人类被屠杀灭祖 地球资源枯尽 漠视之下 残存的人类只能吃树皮为生 而我却开着一间物资丰富的小超市 就连我的狗都能天天吃上牛排 只因我觉醒无敌超市系统 只要在这小超市的视频里范围内 我就是神 就是无敌的存在 该死的 你们情报部门都是干什么吃的 不是说只有一名临近瞎鹿者吗 为什么现在是两名 如焉 我们也是刚刚得知 瞎鹿者在情报部门安插了内鬼 这次的情报就是他透露出去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已经安排了墨云前去接应你 半个小时他就能赶到你坐标显示的位置 半个小时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挂断了设备 如焉镜看到了一家超市 这墨市怎么还会有超市 不管了 去看看 骆东 你的厨艺真是一言难尽 太难吃了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你那份牛排如果放在外面 都够买我命了 再说了 凭什么你的汁和拉萨都要散在我头上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只是个系统化身而已 你总不能让一只狗出去挣钱吧 你挣不了钱 少吃点总钱吧 我能吃能拉 那么的 你就不能吃点便宜点的东西 比如泡面辣条什么的 我是肉食动物 这些东西不利于我的生长发育 而且狗不能吃太咸 而且你个屁 你就是来坑我的 还什么系统化身 就是想把我吃破产 这狗系统就是来坑我的 既然现在不能接流 那只能想办法太远了 狗系统 给我查下余额 您当前的余额为负4384元 警告 警告 负债超过5000超市将面临倒闭的风险 一旦倒闭速度将会被磨虾 请速度尽快搞钱 为什么负债你心里没点ABCD数吗 要不是你这狗系统化身这么能吃 我能倒闭吗 诺宗替里巴拉的问候了系统的180代 却没等来系统的回应 无奈只能退回现实 如烟进门后 看见这一排排的货品和食物 物油的震惊 难道百年前的末世没有降临 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境而已 虽然疑惑 但也很快回过神来 只向一碗方便面 老板 这个泡面加火腿多少钱 七十块 如烟毫不犹豫 从身上掏出钱币给落冬 不一会 一碗香气扑鼻的泡面已经端在了如烟面前 如烟马上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是我这二十年来吃的最美味的食物了 谢谢你了老板 不过老板 我能问问你这些食物都是从哪里得到的吗 不好意思 无可奉道 如烟哑然 没想到对方会如此直接 不过想来也是 漠视之下谁会将自己的生存手段告诉他人 来小卖铺已经接近五分钟的时间 必须但效果也只有五分钟 时间一到 瞎路者就会顺着气息追踪到此 再不走就会连累电阻了 老板 我先走了 你这里面随便一种食物放在外面 都会引起一场疯狂的杀戮 你要小心点 如烟说完向点头示意 随后推门而出 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狗子 我觉得我们的方向错了 哪里错了 我们没有抓准客户群体 这个世界哪些人最有钱 当然是那群觉醒者 错 普通人在这种漠视之下 活下去都已经成了一种失望 但是那些觉醒者不同 他们击杀敌人可是有赏金的 尤其是那些高级的觉醒者 身上一定积累了不少钱 不光是这些食物 只要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变充钱 我说根本没必要这么麻烦 来一个抢一个 反正在这十平米的范围内 就算是沈夜得给我跪下叫爸爸 生意人 自然要有长久之道 你抢几次下来 都把人吓跑了 谁还敢来 还非 除非别人来抢我们 刚才那个瞎法者 怎么就没动心呢 要使他出手抢夺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 将他扒光了 你在想什么 瞎法者一般都是 守护这个世界的觉醒者 很少做这些狗腿之事 只不过 对他的那两个瞎路者 可就不一定了 在这个末世 觉醒者有两个阵营 一种是瞎法者 另一种是瞎路者 瞎路者为贪婪而杀戮 瞎法者为守护而战 一刺之差 云阳之别 从女子进门 落冬就已经洞悉了 女子的一切信息 就像狗爷所说 只要在这个时评里的范围内 他就是无所不尽 无所不能的无敌存在 至于会 明身天天色 海产的人走了进来 欢迎光临 小子 有没有见过一个 身穿风衣的女人 见过呀 她去了哪里 不知道 她吃了一碗泡面以后就走了 那泡面多少钱一碗 五十 家常的话七十 那你给我们美人来一碗 好的 不过要先付钱 我俩今天没有带钱 明日亲自给你送来 不好意思 小本生意 该不设账 你他妈真以为老子在跟你商量吗 进酒不支持罚酒 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将这些东西全部给老子打包封好 太好了 你们是来抢劫的吗 哈哈 你们是来抢劫的吗 你跟他废什么话 老子今天不但要抢货 还要瞎人 还有这条傻狗 他不太聪明 也能采割几斤肉 想抢我的东西 真是厕所里点灯 招识人 你 你是觉醒者 难道不对劲 两名抬甲青年同事后撤 想要离开这间小卖铺 但是还没等他们动势 一股威压突然间降临在了这间屋子里面 哼 说谁是杂狗呢 还想要是老子 啊呸 狗爷 发财了 一共收获1430块 我就说吧 挣钱哪有抢钱快 不过这两个瞎路者为啥这么有钱 刚才那个瞎法者身上可是连100块钱都凑不起 当末日来临 考验的首先的就是人性 善者会为守护而战 恶者只会用抢购招杀 没想到 你还挺有正义感 正义的屁 我家他们是想抢我的东西 主要他们还匪险你身上的这几斤狗肉 当狗的能忍 我当主人的能忍吗 你说 能不能忍 你说 不能 以后都听你的 如烟俯视着脚下的这座城市 曾经的高楼灯影 可直到未知生物的降临 都变成了一片片的废静 如烟你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一点小伤 那两个瞎路者呢 我也奇怪 为什么他们没追来 按道理他们早就发现了我的位置了 难道 不好 他们可能追踪到店主那了 莫云刚想开口 但是却突然发现了 却突然身上散发出的精神力惊讶了 如烟你的状态怎么这么好 不是被两名明镜追上吗 如烟马上把刚才遇到的情况 如实地跟他说了下 意识到不错 两人迅速地朝着小麦布 及时而去 欢迎再次光临 老板 你没事 看来小妞还挺有良心 我能有什么事 刚才有没有两个身穿铠甲的人进来 是有两个不长眼的家伙 他们没有把你怎么样吗 那两个狗家伙的吃饭自己起 还想把我的傻狗崽了当火锅 吃霸王餐就算了 还想要宰我这条傻狗 我忍不了 然后呢 然后就被我赶出去了 当然 我这是小本买卖 虽然也不可能让他们吃了霸王餐 最后我让他们给我压了两件东西 这可是乡路者的信息啊 如今出现在他手上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被眼前人畜无害的店主下了 难道店主也是觉醒者 可身上却没有任何的精神力波动了 试探一下他 好 看在你们能够再次返回小麦布的份上 这一次饶你们一命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个你心里 老板 我 我没有乐意 我只是试探而已 你饿不饿 一份鲜嫩多汁的牛排端到了莫云眼前 就是给我的 当然 反复确定了一下对方并没有开玩笑 莫云伸手接过盘子 随即便狼吞虎咽了起来 心中对于骆东的形象 瞬间达高了数个层次 自己冒饭在先 人家却不计前嫌 还给我是好吃的 看倒没 这就是想者的格局 好吃吗 好吃 谢谢老板 自己啥啊 都是熟人 谢谢二百块 什么二百块 当然是牛排啊 怎么 你想吃霸王餐 狗烟 关门放狗 有人要吃霸王餐 别别别 老板 我给 我给 诺云随即把身上仅有的两百都给落 立马拉着如烟跑 诺东 你是真的狗呀 我服了 队长 老板是什么境界的觉醒者 是占境吗 绝对不止占境 占境的我遇到过 但是没有人能够像小老板给我这么大的压力 难道是极境不会吧 这个废弃的都市 怎么会存在极境的强者 我们先将今天发生的一些汇报给庇护所 让教官决定 怕一名战精或者是激进的瞎发者来 如果能招揽进阵营最好 如果不能就只能 我家的狗天天都要吃上99块牛排 而我每天却只能吃一碗泡沫 只因我意外觉醒超市经营系统 而我家的狗子是系统化身所变 每天都有牛排供应 而我却因为经营不善 在这末世之下无人光顾 导致负债累累 即将破产 现如今自己还贴系统2684块 小卖铺现存的货物价值是3100块 只要将小卖铺内的东西全部收完 债务就还清了 可问题怎么卖出一个户 你可以出去外面叫卖啊 你想叫我去送死吗 在这个小卖铺 虽然是无底的存在 可一旦离开这世兵里的小卖铺 最低级的觉醒者都能把我卡了 就在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 欢迎光连 觉醒者 小伤犯一个 伤人可没有能力 在两个下路者手中活下来 开店嘛 总要有点保密的手段 不然多来我这吃吧王餐 难道我去喝洗北风 有没有兴趣加入下法者阵营 不好意思啊 不行啊 只要你愿意加入瞎法者阵营 我保证你这辈子衣食无忧和安全 说的我现在是吃不上饭了 还是没地方睡了 不加入你们瞎法者 我照样吃香的喝了的 你确定吗 不再考虑下 我就是个商人 谁有钱我就跟谁做生意 守护世界的任务 还是交给你们吧 有钱就跟谁做生意 意思就是这些食物可以卖给他们 同样也可以卖给瞎路者了 既然如此 那我只能得罪了 呵呵 你是想杀我 还是想将我绑回去 你知不知道 一块面包就可以让一名临近觉醒者的状态提升到巅峰 如果食物让下路者得到 那会是一场灾难 我不杀你 但请老板去一趟庇护所 哎 我可以理解你 但是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我在你们庇护所当中 二是你消失在这个世界 黄中石教官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 我不但知道你的名字和身份 我还知道你们情报失误 最近正在为一支位置发扯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想 黄中石表情近乎疯狂 因为这些事情除了他自己以外 没有跟第二个人讲过 一是瞎路者 你怎么不说我是不是未知呢 没脑子的老家伙 我要是瞎路者 你两个手下就走不出这个小超市 就连你 也将会变成了一具尸体 你觉得极竟很牛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找到这只未知 你有办法能找到未知 当然有 什么办法 狗系统 查询 找出未知的办法 找出临近未知五百块 击杀临近未知两千块 找出占近未知一千五百块 击杀暂尽未知八千块 三千块 我就告诉你 看着对方不相信的样子 骆东无奈的向系统借了狗带 负债也从负二千六百八十四 变成了负四千一百八十四 这是明昏竹 只要未知出现在你十米范围内 就会让它现出原形 但是你得保证测试的人都是巅峰状态 否则明昏竹的测试将会偏差 但是我怎么保证庇护的人都是巅峰状态 他们食物都有限 根本就不可能 老黄同志 我知道你们下发者辛苦 也知道你们的资源紧缺 但是未知可是大患啊 一日不出你能睡得安心吗 不能 作为人类的守护者 他们应该战死沙场 而不是莫名的死在庇护所内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体恤一下他们吗 老板 那我该怎么做 罢了 罢了 我还有一些泡面 我按九折的价钱卖给你 就为地球的守护者 进微博贡献吧 谢谢老板 不用谢 一百桶泡面四千五百块 老板 是不是有点贵了 老黄同志 这一百桶泡面 不但能揪出那只可恶的未知 更救了无数下发者的命啊 难道他们的命 连区区一百桶泡面都不如吗 如果是这样 那你走吧 就当我瞎眼看 错了你这个人 老板 你别说了 在我眼里 他们的命胜过一切 一百桶泡面 又算得了什么 再来一百真诚 黄忠师爽快地付了九千三百块 撒起东西准备要走时 老黄 等等 这两袋小面包 是我私人送你的 我就当做了个赔的买买 谁让我看你顺眼呢 老板 你真是好人哪 世间还是有真情在啊 你这只宠物好像在笑啊 你看错了 他是哮喘 老婆病了 等一下就把他宰了 那我先走了 老板保重 狗子 我们发财了 骆东 你认真忽悠的表情可真见啊 这怎么能叫忽悠呢 这叫销售技巧 话说 你那两滴眼泪是怎么下来的 太逼真了 我真服了 我就是想了想你每天的伙食费 眼泪自然就下来了 滚球 很快地护所的美人 都领了泡面和火腿 但明魂竹燃烧了快一半了 还没有反应 东西都快发完了 这个明魂竹还没有反应 难道小卖部的老板是个骗子 小黄啊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李博 你来庇护所三十年了吧 这么多年辛苦了 这点食物您拿回去吃吧 谢谢你了小黄 李博正准备向前走去拿食物 桌上的蜡烛粉 开始剧烈地燃烧 哼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哼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今天就要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小卖部的老板教我的 不然我也找不出这只未知 看来它比我们想象的要神秘很多呀 此时小卖部里 骆东终于还清了自己之前所有的债务 心情极度舒畅 狗系统 给我查余额 您的当前余额为一千六百一十六元 恭喜还清所有债务 请紧快提升超市等级 狗子 超市等级是什么东西 提升超市等级可以扩大无敌领域范围 无敌领域还可以扩大 当然能 你以为本系统的能力只在这十平米的范围内 那你以前怎么没跟我说过 我以为没几天你就会破产了嘛 哇 系统 给我升级 升级失败 您的余额不足五千元 我要贷款 正在升级 您当前的余额为负三千三百八十四元 下一次升级所需金额为五万元 超市等级升级后 骆东的无敌领域也由十平米扩大到十平米范围 一直延伸到对面的街头才停了下来 走 狗子 我带你出去溜溜 老板 能不能暂时收留这个姑娘 骆东望着眼前的少女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 浑身微微颤抖 目光空洞 不能啊 我这个地方只做生意 不能成为你们的避风港 老板 我知道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 但是这个小姑娘身份很特殊 绝对不能让她落入到瞎鹿者手中 麻烦我不怕 但是不能坏了规矩 老板 这些是我这几天获得的赏金 就当是她的伙食费 在这些钱用完之前 她不会少一个汗毛 得到骆东答覆后 如烟道了一声嗜呼 飞翼飞快地消失在了原地 骆东看着小女孩目光呆滞无动于衷 随即怒光微闪 少女内心当中的恐怖场景 一幕幕浮现在她眼前 小小 你快跑 快跑啊 爷爷 你们不要瞎我爷爷 爷爷 愤怒天下 少女绝数 一时不如扣抖 瞬间将侠鹿者 轰成了一堆残渣 黑鹿正巧被赶来的 莫云如烟看到了 看来侠鹿者 要开始接管这个城市了 所以开始了 无差别的面纱行动 骆东随即拿了一碗泡面放在少女面前 先吃饭 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别的 听到熟悉的声音 少女空洞的目光中有了一丝情感 大哥哥 我爷爷死了 是为了让我逃跑 他很爱我 他每天只吃半根能量棒 剩下的都给我攒着 可我现在没有爷爷了 你现在还活着 就是他最大的心愿 爷爷说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是你送他的半碗泡面 只不过他只吃了一口 剩下的都留给我了 他还说 如今的世道 谁愿意给你一口吃的 他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你爷爷说的没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叶晓晓 我爷爷起的 此时三名身上带着能动血腥的瞎鹿者 大哥 有好多食物 三人看到货架上的食物 眼中蕴含着贪婪之色 只不过他们没有注意点 从技能开始 少女浑身就开始颤抖 眼睛杀那间被扯兵不二色 强大的气息突然爆发 双土性觉醒 这可是同阶无敌的存在 只要将少女的行动报告给瞎鹿者走步 我就能得到丰厚的加烈了 大哥哥 我是不是给你带来危险了 我既然敢答应别人将你留下 自然不怕惹祸伤手 不多时 五名战定瞎鹿者出现在小麦布门口 目光同时落在少女身上 跟我走 组织会培养你成为强大的瞎鹿者的 少女身上再次爆发兵 只不过这次却被这名战定瞎鹿者轻易的抵挡下 杀了他 把物资带回去 一名瞎鹿者脸上露出一颗视线 手中短笔化作一道残影飞向的落洞 他不能跟你走 因为他现在是我的客人 只要他不想走 这个世界上没人能带他你 别 别杀我 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那你就去死吧 不要不要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是赵天舞 是他让我们来的 前辈 求你饶我一幕 你想活吗 想 只要前辈愿意放我一条生路 让我做什么都行 那你回去告诉赵天舞 就说是我杀了你们瞎鹿者的成员 让他来替你们报仇 瞎鹿者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是他随后想到了什么 连忙开口 前辈放心 我保证不会将你的消息透露出去 我哈士 按我的意思去做 否则你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观 前辈 我现在就去找赵天舞 等等 你弄脏我的地盘就想一走我吃吗 老板 我赔 我赔钱 瞎鹿者将所有的钱都留下后 曾经如同闪电一般逃了出去 落冬也收获了13384块钱 这个大哥哥好厉害呀 如果我能像他一样厉害 是不是就可以为爷爷报仇了 大哥哥 我想跟在你身边 跟着我干啥 我想变得跟你一样强 那你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黄宗室 别费劲了 同样都是极劲 只要有我在 你是走不了 没想到 堂堂银是第一教官赵天舞 也成为了未知的一条狗 那又怎么样 最起码我不用再担心 有一天会饿死街头 这家伙就缠着自己 不如我死站 就是为了给瞎鹿者争取时间 如今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未知的肃清计划 可能已经成功了 叫做碰到神秘强者 战境小队除我之外 全军覆没 坐标我已经发给你了 黄宗室 你玩音呢 这座城市竟然还有一名寂静 说完赵天舞急速 向着坐标的地方赶去 留下黄宗室一眼错愕 难道总部派人过来了 不对呀 就算是总部派人来 最快也要两天时间 难道是小卖部的老板 赵天舞很快地赶到了小卖部 正疑惑地看着洛东等你 欢迎光临 是你杀了他们 他们一来就喊着打打声杀的 我这人胆小 为了我自身的安全 我只好先把他们杀了 按理说 我这属于正当防卫 你是来给他们报仇的吗 赵天舞明白能将整只战境小队 东面杀在这里 实力定然强悍无比 纠缠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只要将这名双属性觉醒者带回去 四名战境瞎弱者的死位不足道 只要你把这个少女交出了 他们的死我可以既往不救 那可真是太好了 赶紧带她走吧 这小家伙能吃得很 早晚我得让她吃破产 这么简单让我带走的 难道她不知道个少女是双属性觉醒者 赵天舞眼神微动 正准备走上前去想带走小女孩 不过 她在我这里洗衣做饭 为了还能给我揉肩锤背 倒是也有一定的作梦 如果你能留下一顶钱的话 还可以 原来是个奸商 不过对于一个双属性觉醒者而言 金钱又算得了什么 你尽管开口 你就随便给个一百万吧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怎么样 你在耍我是不是 不是让我开口的吗 你要是不满意 可以还价呀 我如果一分钱都不想花你 赵天舞冷哼一声 霸道的力量开始在她身上凝聚 好 想想 之前出手的那几个人 现在都已经死了 骆东眼中一傻 地府强悍无数倍的浩瀚气息 骤然间爆发 在这组如同纤维的霸道力量 赵天舞一瞬间就被压在了地上 无法动弹丝毫 他是超凡 这不止超凡竟该有的力量 他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生死 就在我的一面之间 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 赵天舞明白对方想杀他 无非吹灰之力能留他到现在 一定是有目的 看来这人倒是有点脑子 不像那些只知道磕头求饶的蠢货一样 骆东随即将威压解除 一份契约出现在他手上 缓缓地飘向了赵天舞 用你的精神力签下这份契约 永远臣服于我 我就可以饶你一命 赵天舞看着眼前的契约 一张超市劳动合同 密密码码写的都是不平等条约 随后无奈地按骆东的要求 在契约上面签下了他的名字 很好 从今以后 你就是小卖铺的第一位员工啊 任请老板吩咐 我知道你心里很不愿意 但是你跟我了以后 对你来说也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小的不敢 只要你能获得足够多的贡献 别说一个小小的激进 就算是圣经 我也可以让你轻松达到 老板的实力强得这么离谱 他该不会真的是个圣经强者吧 老板 我觉得小卖铺是不是有点脏了 我来打扫一下 赵天舞从角落里找到打扫的工具 身影飞快地穿梭在小卖铺内 利索地忙碌了起来 黄中石瞬息而至 手中的刀就要顺势劈下 但是突然间 一股强大的威压出现在小卖铺内 瞬间把黄中石手中的刀震碎 这把刀是瞎法者阵营 用特制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进气 就算是超反径的强者 也不能在其身上留下一点印记 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 老红同志 虽然我们认识 但是小卖铺内禁止动手 老板 他是瞎路者 他以前是 但是现在他只是我的一名员工 老板 瞎路者生性残暴 你留着他日后必是隐患 他说你是很患 赵天武对老板绝无二心 否则让我精神泯灭 肉身崩溃而亡 你看 他都发不试了 黄中石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赵天武他动不了了 想到战死的那些队员 他的心里一阵悲痛 老黄 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 其实真正害死这些普通人和你手下的 并不是瞎路者 不是他们还有谁 那个时候觉醒者同属一个阵营 但是最后为什么会分崩离析 因为他们狗改不了吃 当然 好喝 觉醒者阵营会产生裂变 是因为食物已经供不起如此巨大的内耗 人们都在饥饿当中苦苦挣扎 一部分人为了生存和食物 自然会迫不得已加入未知的行列 今天就算把他杀了 明天还会有王天武 李天武 那我就将他们都杀了 恭喜你 未知也是这么做的 未知的目的 就是要以最低的战算 将人类抹除在这个世界 他们以食物为诱饵 将那些饥饿当中的人招揽至他们麾下 就是让你们自相残杀 从末世降临以来 你们杀了多少下落者 又折损了多少下落者 但未知呢 你们又消灭了几只 归根结底 都是人类自己人打自己人罢了 黄忠是心里莫名的生起一丝海 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就算如此 我们也没有能力去阻止 先不说未知强悍莫测的实力 他们身上强大的隐医能力 就让我们无从下手 你找不到他们 并不代表我找不到他们 各位队友同胞们 今天要去虐杀那可恶的未知一手 我不能保证你们能安全回来 你能怕吗 我不怕 为何不怕 为了我们的祖国 不怕就是不怕 好 大家都是华夏的好男儿 全体都有 跟我走 出发 教官 是这里吗 如果信息无误 就是这里了 黄忠使目光一闪 澎湃的力量爆发而出 对着一颗大肃心积而去 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发现我呢 不振 不要放走他 站死在天的英灵 我们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你们安息吧 在小老板的帮助下 觉醒者终于有了第一次的反击 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希望 此时总部派来机动战队队长白浩 黄忠使呢 马上叫他来见我 黄教官几天前去了总部 我先说 你们发现了一名双属性觉醒者 将他带过来吧 白队长 这名双属性觉醒者现在不在庇护所内 这么重要的人物 竟然将他留在庇护所外面 如果被杀戮者找到 想来多一个圣经的强敌 你们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能 他答应过我 在我没去之前 他会保护这名少女 好一个狂妄的人 他以为他是谁 双属性觉醒者的价值 足以让杀戮者出动 超凡境 甚至是圣经的强者前来 你觉得别人有实力保护他的安全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虽然爱钱 但是他说过的每一句话 全部都可以兑现 那我就亲自去看看 你说的那个人 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此时白浩走进小卖部 看着超市等人懒散的样子 脸上马上升起一丝不快 双属性觉醒者 职责是加入杀伐者 而不是在这里混职的物责 你谁呀 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轮得着你来管我吗 小小年纪 脾气还不小 等你到了杀伐者阵营 会明白你该干什么 把他带走 几名战境队员点点头 正准备向着叶小小走去 可却动不了分毫 是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进门就要抢我妹妹 是谁给你的胆子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你以为你是谁 在我的地盘没人可以威胁我 如果你觉得圣经能救你的命 你大可以是 老板 手下留情 这小子涉事还未深 冲撞了老板 还请老板念在他事出犯的情况下 饶他一命 如果你们杀伐者 都是这种逼孔朝天的蠢货 守护人类的大旗 扛在你们肩上 是不是有点可笑 摆死白好 你嘚瑟个屁呀 急性很牛逼吗 有个超凡进的三叔很了不起 在老板面前 你三叔但凡能蹦出个屁 老子都算他是英雄好汉 老板消消气 年轻人心浮气躁 没有经历过挫折 我带他向老板赔个不是 说完黄忠实深深的鞠了一个躬 骆东表情一换 老黄说的话他还是爱听的 心念一动 随后白好从空中掉了下来 你 你敢杀我 没等白好说完 黄果 脸上浮现出了一个鲜红的手艺 闭上你的破嘴 黄忠实 你特么敢打我 我告诉我叔叔 一定要他杀了你 我是在救你 如果你不想死 最好闭嘴 多谢老板手下留情 回去之后我一定好好地教育他 等等 我只是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他一命 并没有说他可以离开这里 你就随便赔个十万块钱吧 你说呢 小小 大哥哥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让我以后怎么办了 我不想离开你啊 虽然祸该不会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吧 老板说的是不如这样 我向总部去申请一下赔偿 当时给硬卫的精神损失费 你看如何 好 那你快去快回 小小 我觉得你留在老板身边更合适 谢谢姐姐 老板 你真帅 说完二人就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你刚才数字的调戏我 涨价 必须涨价 下次他再来买东西 必须要涨价20% 钢铁子难增 畜生啊 洛东看着地上那傻了眼的白号 挥了挥手丢进了空间 全员即合 现在是时候让你俩见一见你们的二当家了 狗子给展示下 小子 你这几天貌似很想吃狗肉啊 你睡觉说梦话好像要攒了我烫火锅 老板 他说 说话了 这就是你们的二当家 狗子爷 狗爷 我就是一时心有杂念 你是老板身边的恶 怎么办 怎么说 说是老板身边的狗 还是老板的兄弟 好拿 左右都是四 粉丝们知之兆嘛 终于来熟人了 随后心灵无作 把白号从空间放了出来 此时两张身影出现在了洛东的超市内 老板 这位是杀法者阵营的教习 白红 白号三叔 超反省 白红鱼先是探了 站在地上一脸巨色的白号 随即才将目光落在洛东的身上 阁下真是好手段啊 自保而已 这么做就不怕得罪整个杀法者阵营 但是很可惜 你选错了洛 不该自负道认为杀法者会向你低头 看来你今天不是来熟人的 人我当然要带走 但是钱我不但不会给你 而你也要为你的狂猛付出代价 说吧 黑长红色的长枪出现 碎色的火焰如同游龙一般 缠绕在枪身上 白教习 万万不可呀 黄教官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杀法者职责是为了守护人类的火种 对人类不利的我们都应该铲除 他敢收留杀戮者 说明于我们不是一条心 为了不让他日后受到杀戮者的蛊惑 而临阵倒戈 我们要做的不是妥协 而是击杀 可老板从来都没有站在我们的队里面 肃经计划也是老板出手 我们才能坚守下来 而且还提供了未知的信息 就凭这一点 他绝对不可能嫁入杀戮者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故意设套 然后将一些微不足道的信息传递给你 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杀伐者的信任 不然他怎么能清楚地知道未知的藏匿地点 但是我们不能仅凭猜测 就轻易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和那些杀戮者又有什么区别 你在教训我 你百般阻拦 难不成你也被杀戮者蛊惑了不成 闻言黄忠实内心无比挣扎 最终下定了决心 如果你非杀的不可 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老板虽然爱财 可却没有做不一件伤害杀伐者的事 甚至帮助我守城成功 还有提供信息帮助击杀两名未知 这种过河拆桥的事 我黄忠实是绝对做不出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牛肝胆两昆仑 来吧 今天就是死我也要保护老板 很好 既然你决定与他同流合污 那我就以叛军之罪连你一起杀来 用尽严龙破空 不可能 你一个急镜怎么能挡下我超凡镜的攻击 那可是超凡镜强者的权力一击呀 而且还动用了禁忌 就算十个我绑在一起 也绝对是一枪毙命的结果呀 怎么挡住了 难道是小老板 我说过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在我的小麦不动手 更何况是你这只一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我堂堂杀伐者二十四叫喜 你竟然敢说我是一类 并非是怕我加入杀戮者而对我动手 相反 比我加入杀戮者才是你此行的目的 我说的对了 一派胡言 比你加入杀戮者 对我和杀伐者阵营有什么好处 对杀伐者阵营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但是对你好处可都大了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凭我能找到你们的藏身地点 就这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你冒险来杀我 如果把我杀了 一辽百两 如果没有老黄肯定也活不了 到时将他的死推在我身上 到时我就会被杀伐者阵营通缉追杀 走投乌路之下 只有加入杀戮者为一条活路 我分析的对吗 令人作偶的怪物先生 老板 你是说他是废之 老黄 你不是有明魂主吗 试一下便知 黄忠实 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吗 黄忠实内心挣扎 最终还是还相信了小老板 点燃了手上的明魂主 顺其火焰包围了白红鱼 很好 想让你抛反镜都无法走 已经对行了 更不能让你活着 虽然你们长得难看一点 但不得不说智商还是在线 难怪能在短时间内占领人类90%的能力 但是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反镜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超反镜 老黄同志 你们沙发者 这么重要的信息 都能被这些怪物知道 违之的隐秘能力太变开 他们每通知掉一个人的时候 就能获取对方的记忆 根本防不胜罚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人类与未知一百多年的对抗中 才会属于绝对的历史 老黄 一个超反镜的未知能获得多少赏金 起码二十万 老黄同志 看到你刚才拼死户我的份上 我送你一颗超反镜未知的透露 好 你当我是软 说完就发出一道恐惧的 直奔落冻而去 你 不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人 海黑 不跟你玩了 去死吧 床中时呆呆地看着眼前的场景 心中的震惊无以为加 杀超反镜的未知 跟杀鸡一样 特别 他到底是什么境界的怪物 老黄同志 拿去临赏吧 老板 未知是你杀的 我这么做 有点不太合适 不如这样 功勋职对老板无用 我老黄就厚着脸皮收起来 这一赏金 全部都归老板所有 无核 好 钱我收下 这几个未知的堂身地点 就当作赠礼 免费送给你 老板 你真好 谢谢老板了 那这白号 他在你的面子上 我今天就饶了他 黄 黄哥 老板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者 老板的实力 不是我们能够揣测的 你记住一点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要与老板交恶 明白吗 我记住了黄哥 那你和老板是什么关系 我和老板兄弟相称 果然一个能随便灭杀超反镜的强者 是谁的面子都会给的吗 黄哥 我决定了 我要长期留在蓝室 与你并肩作战 此时 洛东看着黄瑞丁身上获得金卡 里面足足有17万 加上掉落的马桥香 收获满满 狗系统 给我升级 升级成功 领域扩大1000米 奖励 无敌时刻一小时 再一次升级所需 金额为30万元 提升这么多 看来无敌领域越到后期 提升效果越大 还有这个无敌卡 不就是说在这一小时之内 就算是脱离了无敌领域的房 你不用去怕任何人了 此时庇护所大门前 正站着几十名 杀伐整个成员 满脸民众 黄哥 你怎么知道 肃清计划是在今天 杀戮者既然能在我们中间安插间隙 我们也同样 可以在他们之中安排眼线 根据可靠线报 今晚10点 就是肃清行动的开始 黄教官 知道对方的战力吗 能够获得肃清计划的时间 已经极为不易 至于对方会出动多少人马 暂时无法探心 黄忠实的话 让众人心中一沉 这种敌人 在按他们在明的处境 让他们都笼罩了一层无形的压力 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心里有压力 我也一样 但是我们身后有我们的同胞 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也是我们人类最后的习法 无论今天的战斗有多艰难 我们都势必要站在他们面前 在天群没有流汗之前 我黄忠实要是后退一步 宁就用手中的刀 将我们走入斩下 全在宫中 复在身躯 因为 他不可以落在这片神州大地之上 黄忠实声音如中 仿佛一记忠奎落在了所有人的血 包括白昊在内的所有 杀伐丘队人 也终于闻着玄青旅 身上的气息也开始节节攀射 在站棋上 当你以为将他们低旭气替升到天风 就能挡得住我们杀路者的大曲 你得压一掉完了吗 如果母佣 我可以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 废话少说 你的少听 本少爷要定 说我身体声 lieutenant 好У 黄忠实一哧 没有丝毫的犹豫 杀路者 基于杀路者 风潮地向个大合 去 杀伐人就人心 但是他们每个人基本合适 软软面色出现伤 在这么下去 很快杀戮者就会冲进地步所谓 到时 你等于就得遭到无情之路 来好放了多三分钟 只要走 能不能将你们斩杀 我们知道 但是喝住了一分钟 最本少爷来说毫无压力 黄东石身经坏住了玻璃的战略 向着大楼请 杀戮者 那些临近战略的杀戮 但是东西手上 连绑他有一个攻击人 剑客已经有七八名杀戮者 在了他的场 黄小冠 你没事吧 我没 不然黄东石砍头到杀医 本能的迅速必须到 但还是得划出一个深可见我 的毒伤 你干什么 黄小冠 你没事吧 我没 不然黄东石砍头到杀医 本能的迅速必须到 但还是得划出一个深可见我 的毒伤 你干什么 直接做 喂 还是一名极尽未知 姐姐姐 过了今晚 这座城市将完全被黑暗弄装 放弃吧 如果你愿意为王座效力 拨戈以后 想活路 一个连畜生都不如的东西 想让我给你们卖命 想进入大楼 先过老子这一关 小官 你怎么样 这次的复清计划 我们守不住了 最后一步 要由你来完成了 说完黄中石 从怀中拿出一瓶药水 给了如烟 不要命的 进了战场中 如烟很明白 这药水代表了什么 只要将药水 洒进大楼 所有人都会快速死去 这是普通人最好的归宿 一旦被未知侵入 将落得尸骨无存的下场 因为未知 不会吞噬死 不一定还有办法的 一定 他们不该死 我要救他们 我一定能救他们 小卖铺 如烟浑身是血的 出现了在了洛东面前 老板 求求你救救那些普通人吧 洛东看着如烟狼狈的样子 目光一鱼 随后在他身上 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两然于水 时间紧迫 请老板你出手相助 外界的事情 我从来都不会参与 老板 可现在除了你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的了 末世之下 每时每刻都会有人死去 我不是救世主 无法将所有人的命运 都力挽垮于危难之中 但我是个生意人 只顾过救他们所需的报酬 你现在付不起 所以我帮不了你 如烟面带绝望之色 如果洛东都不愿意出手 恐怕这一次真的危在旦夕了 想到这里 心里没有来得 允现出一丝愤怒 这个呆子都什么时候了 还钱钱钱的 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臭男人 洛东听到如烟的心思后 一阵无语 你这个小牙子骗子 食指不沾羊唇水 不知柴米油盐贵 没钱我怎么给你们找为之 没钱你们连泡面都吃不上 没钱我会被狗心火杀了 老板 我虽然没钱 但是那些杀戮者身上肯定不少 如果你愿意出手相助 那些杀戮者身上的钱全归你 甚至连赏金都可以给你 如何 那行成交 你答应了 当然 我说了 我是个生意人 这世界一切事物 在我眼里都有价值 只要你能付出足够的报酬 我可以实现你的一切愿望 你不是说你不会参与外界的事吗 嘿嘿 我不参与 并不代表别人也不能参与 赵天武 小小 老板 哥 给你们一个任务 铲除所有杀戮者以及未知 想活他们的身 收集他们身上的金钱 就连一个钢蹦都不能落下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们现在就行 等一下 狗系统查询提升到战境的办法 临时提升到战境期八千块 永久提升至战境期八万块 把小小永久提升到战境 小小心上突然爆发 是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一下子就从临近期进 变成一名战境期的强者 而且还是同阶无敌的双属性绝情者 你 你突破了 一个月不到 直接从临近突破到战境 就算是双属性绝情者 也不可能这么变态了 是老板 一定是老板 赵天武眼神火热的看着洛东 在他眼里 洛东已经是无所不能的存在了 狗系统查询突破到超凡境的方法 临时提升到超凡境十五万 永久提升至超凡境一百五十万 算了 买不起 查询 击杀极境的方法 击杀极境的方法 共有三万两千八百四十二种 分别是 停停停 要最便宜的 静气 清魂剑刃 可组成三道剑气 超凡境之下一批必杀 每道剑气一万五千块 好 就它了 剑气加满 这柄剑我留下了三道剑气 只要对方的境界没有达到超凡境 挥手可灭 你们第一次带到我的身份外出 千万不能掉了我的招牌 正所谓穷家富裸 我可以天天吃泡面 但是招牌必须要立起来 杀几个小小 几近都飞紧巴拉的 以后谁还敢找我做大买卖 又不是系统限制 不能主动参与外界的一切事情 除非对方先动手 可这种机会必定还是太少了 可快 赵建武和小小跟着如烟一同离开了小麦 黄哥 我坚持不了多久了 怎么办 黄中十四不没有通常来好的话 眼睛里已经泄红一片 必是也出现了模糊 静静静 精神力枯竭了吧 我说过了 今晚这座城市 立江永远笼罩在黑暗之下 谁来 您就不了理了 你好 我尊贵无上 未知大人 是 你是杀路者的教祖赵先武 正是首相 你竟然敢被判广告 被判 如果真要说被判 也是我被判的杀法者 至于你们 畜生而已 而这柄剑 专杀畜生 提示 提示 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 服务员计 校正一分 老板正八百人 赵天武也更小 随后将目光放在了与白号交战的两人杀戮者身上 赵天武 你竟然敢对未知大人动手 你是活你外了不成 呵呵 不解释 就连你们也不能活着 你 就凭你 即便我二人有伤在身 但如果我们想走 你觉得你能留得下我们吗 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禀报未知大人 你就等着迎接未知大军的追杀吧 回去 回应去了 白号你先休息去吧 他们让我来解决 对战两名几近 已经让白号精疲力气 点了点头 快速闪到一旁 他身后的这兵舰有点古怪 我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不要跟他应聘 只要拖住他片刻 大楼一定会被攻破 肃清计划照样可以完成 一旦清除掉那些普通人 我们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给我冲击大楼 速正速决 听到密码 大楼前面的沙卫者 如同跟叉影 疯狂地对着大楼 发起了最后的手机 最终终于突破了最后的防线 成功来到了大楼门前 不可能 怎么还会有一名 双鼠性觉行者隐藏在此处 这可是同皆无敌的存在 有这名少女在 除非再来各极境杀戮者 不然再来一百个战径 都会是一样的下场 快走 你们是走不掉的 骑士 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 服务员继绣证二分 老板挣一千六百人 随着最后两名极境杀戮者身体 肃清计划再一次宣告失败 教官 教官 你没事吧 你可千万别死啊 你可别摇了行吗 你再摇下去 我可真就活不成了 赵天武 无论如何 这次还是要谢谢你了 不用谢我 我来此是为了完成老板安排的任务 你要谢就去谢老板吧 现在任务完成 我该回去复命了 赵天武和小小没有继续逗留 转身向着小卖铺的方向走去 哥 我们回来了 老板 这是从急净杀戮者身上得到的 有二十多万 哥 还有我呢 说完就从空间当中将获得的钱都取了出来 落洞一挥手 地上的所有的钱 迅速飞到他空间中 查探之下 一旦击中 这两人出去一趟 就给我带回来四十万的收入 原本还指望老黄的位置领赏 现在不用等了 狗系统 升级领域 知道了知道了 退出系统后 落洞神石疯狂地向着四周蔓延 方圆三十公里内 一草一木都在他的一面之间 哟 在这儿啊 老黄同志伤得不轻啊 这不是如烟的压走骗子吗 这么晚不睡觉 换有啥呢 非礼无事 我虽然不是什么正人精子 但是偷看别人洗草这件事 我是干不出来的 落洞随即把神石退出 就看见狗子两眼正放着瓜 你看啥 你看啥呢 我 我看看风景 不行吗 风景咋样 好看不 风景很长 也很白 我的意思是 夜色很长 风景很美 你信不 你说呢 落洞心念一动 直接掐断了狗爷与庇护所的联系 可惜了 差一点就看到了 几天后 黄忠实和白昊走了进来 老黄同志生了他 果然什么事都瞒不过老板 任命书今天一大早已经传得过来 托老板的服务 容声叫喜 只不过那只极尽未知的赏金还没有披下来 所以还得老板多等几天 没事 不着急 老板 我这次来是想问问你还知不知道其他未知的藏身地点 当然有 不过你好像没钱了 黄忠实刚诈的笑了笑 随后他的目光看向了旁边的白昊 黄哥 我的钱也不多了 别废话 给我 钱重要还是未知重要 白昊极不情愿地掏出了自己的钱 一脸心疼地放在黄忠实手上 你这较钱不多了 十五万在你眼里不是钱吗 我是想着咱够三十万 然后向总部购买一粒神力胶囊 神力胶囊 那玩意儿可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起的 神力胶囊 那是什么鬼东西 老板 神力胶囊是由人类顶尖的强者凝练的一种宝物 有几率能提升自己的境界 不过这些都是采法的玩物 我听说王家的公子哥 依靠神力胶囊的从灵境提升到的超反境 花了五千多万 那么的 五千多万 不用系统培养一名超反境的决心者 并多二百万不到 这可是一条商机啊 既然几率这么低又贵 为什么还要去尝试呢 回老板话 决心者想要突破之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就是依靠神力胶囊 第二种就是在战斗中提升境界 只不过每个人的天赋都不一样 能达到的高度也不同 我虽然被称为天才 但是比前十的战队差得太多了 所以才想着用神力胶囊碰碰运气 其实还有另一种办法 什么办法 我就是第三种办法 主人失败了 又失败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已经是第二次计划失败了 是的 知道这么多年来肃清计划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失败过吗 不知 因为肃清计划开始之前 会有详细的情报 出现在杀戮者总部的办公桌上 记录着杀伐者守城名单的人数和定件 所以每次才能百战百胜 如今计划连续两次 都以失败告终 看来这座城市出现了变事 左司令 我们去逛逛 如烟姐 你是不是喜欢我哥 胡说 谁喜欢他了呀 谁会喜欢一个 天天就知道天天钱的 你看你看 你脸都红了 还说不喜欢 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老板 我我只不过是欣赏他的实力而已 对对对 就是欣赏 姐姐你欣赏他也不用天天换衣服 这些天你都换了八十八套衣服了吧 停停停 你个小丫头骗子 你怎么这么八卦 看我不将你的屁股打烂了 二人嬉笑打闹间 街道上缓缓走来两个人 如烟亭下嬉闹的脚步 警惕地看着出现的两人 你们是谁 两位不用紧张 我们不是坏人 只是路过此地有些恶乱 想找个地方歇歇就 你们是饿了吗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可以满足你们的心愿 只不过你们有钱吗 有一点 那就好那家伙执任钱 跟我走吧 老板 我给你带回来两个客人 我是不是很厉害 从进门开始 若冬的眼神 一直注视着二人 和和你确实真的很厉害 姑奶奶 你能活到现在珍视个奇迹 你就是老板 当然 如假包换的 老板 你这店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美食 竟然还有牛排 说和 只要你有钱 你可以知道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给我来一盘饺子 有猪肉大松馅的 再给我来一瓶烈酒 可以一万五千块 青年没有犹豫 直接就把钱卡给了洛东 随后就坐在桌子前 不宜会一盘饺子 和酒就端在了青年面前 真香 太久了 久到我都已经忘记了这种味道 老板能陪我喝一杯吗 所以 不过酒钱要算你的 哈哈哈哈 无妨那是当人 随后 洛东坐逃青年对面 老板这两次的守称 与你应该偷不了关系吧 这种小事 不应该是你关心的吧 出现在这里 如果被杀罚者知道 恐怕他们就算是倾巢而出 也要势必将你留下 洛东话音刚悟 青年身后的那名女子身上 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杀意 斯林 对不起 老板你是如何知道我身份的 五百万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 哈哈算了 在我眼里 我的身份还不如这盘饺子珍贵 不过 这段时间未知的藏匿地点 被人频频发现 想必也是阁下的手段 我只是一个商人 既然有人出钱 我岂有不断的道理 那如果有人要买我们 隔下会不会卖呢 当然 凭你的身份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方既然如此 我就先杀了你 再想前一步 你必死不已 如果是我呢 你也是一样的下场 对方明明知道我的身份 依旧表现得如此云淡风轻 这说明 这个小卖铺的老板 要么是个傻子 要么就是刚能不掉我 斯林退下 他既然知道你的身份 以后必是眼患 你这一步踏出 怎么连我都救不了你 那个神剑巅峰 强者面前展露杀机 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老板说我唐突了 对不起 在下里关系 洛东 正在这时 黄忠实一脸兴奋的走了进来 老板赏金到了 哟老板有客人啊 两位看着不像是蓝氏中人啊 我俩只是路过此地 实在是太恶了 幸亏遇到了老板 原来是这样 不过你们遇到老板 也真是走运 他人损好 随后拿出一张钱卡 递到洛东面前 老板 这是那只超反净未知的赏金 二十万分文不少 老黄同志 看来这一次你收获破风啊 这得多谢老板之前 未知的信息 不然这些东西还真不好找 老板能不能再提供一些未知的信息 三十二万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 未知的分潮的情报 三十二万 老板不会连我最近杀了多少 未足 得到多少赏金都知道吧 也太巧了吧 好成交 随即 洛东就把情报给了黄忠实 老黄同志 想不想一夜暴富 想 我有杀戮者手作的所有信息 只要你能向总部申请一个亿 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现在的位置 急不可失考虑考 老六 就这么当着我的面把我卖了 你都不要脸库 老板说笑了 先不说我没有一个亿 就算是和总部申请也绝对批不下来 杀戮者手作 那可是人类巅峰战利 老板 这个买卖 我做不了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闻官旗就在旁边 可以直接省下系统查询的费用 老板 这次的信息 有点难度 我需要找几个帮手 先告辞了 小兄弟 不会有期啊 随着黄忠实力 小卖铺再次陷入了短暂的成绩 老板 还真是说到做到啊 总细冷 你这块蛋糕太大了 沙发者现在还吃不下 那是不是说明 我的身份在你这儿 暂时还是安全的 商人自然是以利益为主 没钱赚的事情 我自然懒你去做 老板手段通电 世界所有的东西对你来说 破手可得 为什么天天殖民于钱钱钱呢 小弟子 这你就不懂了吧 人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 如果没有了追求 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就连那些怪物都在努力向着二级文明进化 更何况 我们这些刚刚踏入一级文明的人类呢 你说什么 你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我 我无所不知 我无所不知 既然老板知道了二级文明的事 那可就是未知降临的原因 狗系统 查询未知降临的原因 简略信息 一百万 详细信息 五千万 三百万 我告诉你未知的来历 李观奇二话不说 三百万直接给了诺东 看这忽然出现的巨谷 骆东感动到落泪 这才是大手笔啊 我宣布 从现在起 你取代了黄中石的位置 成为我心中的榜一大哥 骆东回过神像系统 继续说道 未知原本是另一个星球的二级文明生物 但是在一百多年间 他们的领地早受到了另一种二级文明生物的侵入 在经过漫长的战争以后 以失败告装 最后不得不进行集体潜移到地球 只不过他们原级大伤 文明的等级也倒退成了1.5级 也正因为如此 人类才得以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 从骆东的口中得知这些信息 以观其感觉到震撼无比 原来是物种入侵 但是 一定要清除掉所有人类吗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 这是我们自己的古话 但是对未知而言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 这次出行能够遇见老板 也算是不需此行了 小子也吃了 酒也喝了 我就不多打扰了 赶日再来拜访 说完迅速消失在了小卖部 狗子 我有件事情要问问你 什么事 我想说的是 如果无敌领域对上真正的二级文明事物 还能不能做到无敌 就这破事 什么是无敌领域 一切的规则 本源 力量形态都逃脱不了系统空间的制裁 一个破二级文明 就算现在有个十级文明站在你面前 你想将它搓圆就搓圆 想捏扁就捏扁 开玩笑 跟我这闹呢 怎么的 有这样牛逼吗 这不就是修仙小说中描述的天道吗 天道 那是什么垃圾 等以后将无敌领域升级到一定等级 你就会知道 小小天道 区区借讨 无敌吗 那是一直无敌下去吧 司令 你干什么 找那黄忠实 不知者无罪 而且那人和老板的关系看着不错 万一你要是杀了他 得罪了那位老板 可就得不偿失了 你在怕小卖部的老板吗 他的实力绝对在我身上 可就算他是神将 但是仅凭他一个人 也绝对不可能与杀法者抗衡 我在乎他不是他的实力 而是他非他之未知的能力 难道你想借他之手 一旦未知的苏星计划成功 将杀法者以及那些普通人 清除干净 接下来 肯定会对杀戮者动手 与虎猫皮 总将造成糊口 既然如此 未知为什么会培养我们 凭借他们的力量 足以将人类 彻底灭杀在仙河当中 人类有无数种方法 能够灭杀这些低等级的生物 但最后还是显得养了猫 因为它们怕脏 嫌啊嫌 我愿意亲自动手 在未知面前 人类就是渺小而又讨厌的老鼠 我们就是那只猫 一旦老鼠被清除干净 猫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弊 这也是我为什么 从不参与杀戮者计划的原因 那为什么不阻止杀戮者的计划 猫存在的价值 就是捉老鼠 一旦失去了这种能力 未知必然会亲自出手 如果这样的话 觉得人类能坚持多少时间 一个月 还是一年 所以这是你的缓兵之计 但是还分析 一百多年过去了 人类还是没有丝毫的胜算 可是你做的一切都不会有人知道 也一定会被上千国骂名的 就算被上骂名又怎样 如果真的能够换来一片蓝天 是个孤独 我李冠奇飞了又如何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以前没有办法 现在吗 不一定了 什么办法 难道是那个小卖铺的老板 不知道 但就凭他能够找到未知 这种能力 绝对是未知所有计划里面 最大的变数 或许 我身上的破局之法 也在他身上 那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一切照旧 庇护所内 睡得正香的黄中石 被铃声响起 迅速起身接起了电话 蓝石 黄中石 一名杀戮者 圣境强者 正在前往蓝石的路上 预计十分钟之后抵达 速撤 速撤 杀伐者和杀戮者的圣境强者 不是都在中区战场 相互制约吗 怎么会来北区呢 这么大的一条路网之鱼 难道总部 就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吗 黄中石满脸紧张 十分钟太倘负了 杀伐者还好说 关键是普通人 在十分钟里 根本没办法全部撤路 他们在和我们打时间场 当总部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那名圣境杀戮者 已经在路上了 我们最近的一名圣境强者 赶过去也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信息 总是比杀戮者慢一步 二十分钟差 就足以让那名圣境杀戮者 平整做成事 我怀疑我们高层之间有 通信器另一端开始沉默 大概过了三十秒后 声音再次响起 这不是我们能够采测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将损失降到最低 一旦那名圣境杀戮者降临 所有人都会死 好 我知道了 不多时 庇护所的所有人员 已经到达广场 危机情报 一名圣境杀戮者 正在赶来蓝石的路上 我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带领普通人安全的撤离 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黄哥 消息准确吗 十分钟根本完成不了 这么大规模的撤离啊 无论消息是否准确 我们都不能拿命做赌注 教官 要不我们去找一下小老板 万一他有解决的办法呢 黄州是轻叹医生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洛东 但是洛东已经很明确的告诉过他 外界的事情他是不会参与的 当然除非你有钱 而且这一次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圣境强者 万一小老板对付不了 岂不是害了他 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依仗老板 有些事情终归还是需要我们自己面对 而且一旦老板没办法应对圣境强者 那就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小老板对我们不说 我们也不能害了他 全体都有 所有物资全部舍弃 每人带领三名普通人迅速撤离 所有人没有迟疑 正准备动身 但就在这里 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强大的威压 哼哼 想走 你们是走不掉了 外星一受入侵 人类被 末日之下 我觉醒无敌领域系统 有钱就可以无限扩大 任何人在我的领域内都得跪下 这是无敌的存在 哼 想走 我们是走不掉了 杀戮者的十八执行官之一 告诉我 你们是如何在复清计划下活下来的 不说的话就死 那么呢 老子就算是死也却不当叛徒 那你就去死吧 看着并领作战的队人在面前死 黄中忽一脸悲愤 今天杀吧 看样子应该是他们的校官了 那你告诉我 到底是谁参与了这次的肃清计划 否则凭你们几个下评现象 绝对不可能活到今天 如果你不说 我会让你看着这些人一个一个躲在你面前 话音刚落 黄中忽一脸也被杀了 黄中忽悲痛地看了眼死去的队人 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还不说是吗 很好 那我就当着你的面 将他们全杀了 最后再将那些普通人交给未知大人 和和 先杀谁吧 中年人扫视着面前的杀法者成员 最后定在了如烟身上 一把他看到了心中 这么好看的美人 死了还真是可惜了 冷笑一声后 一紧发发的力量 从他的掌握 顺经席卷向了半个屋中的原因 如烟缓缓闭上了双眼 面对圣境级别的强势 任何的反抗都是脱了 也不知道 前前前现在在干嘛呢 这么晚了 他应该早就睡了吧 以后我们就再见不到了 他应该不会忘了我吧 想到这里如烟的嘴角 出现了一丝微小 突然一到黑影哭 我爱吃了 不好意思 随即便将无烟送回地面 对着不远不说道 狗泽你看到了吗 是他先对我动手的 诶 洛东你个王八蛋 你又给我卡巴克 你看你说的 我在我的领域范围面散步 结果被人打了 这怎么能叫卡巴克呢 这是利用系统规则 获取利益最大化 狗子眼睛跟火的看着漏洞 他恼怒的不是漏洞 利用系统发不出手相对 而是自己在他面前 都号称是 胡网进来第一系统 还是被他找到了漏洞损害 却让他颜面合理 一人一狗开始 泼泼骂街模式 一手 一你这么个头 老子世间下第一兽 你个啥 你杀谁不好 非挑个最难杀的 这小丫头片子 可是他的老相好 能让你这么轻易杀了吗 下面那么多个人 你根本都能将做子的 几率提升到百分之百 老子佩服你 难道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 银言 狗都看出来了 哼 你只便衣的小兔上 等等先把你的舌头割掉 再把你的牙齿挖光 看你还能不能像现在 这样牙尖嘴里 在骂我什么 若冬野食杀鸡意识 虽然他经常与狗子 吵架抬杠 但是并不代表敌人也可以 他从来没有把狗子 当作是一只虫 在他心中 狗子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政治被动作 这事又大了 你别管 我自个来 看着变身为巨瘦的狗 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开 中年人内心惊苦 全身不救的颤抖 这狠们的绝对不是一手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整座宇宙中 除了他以外 没有人能在我面前放肆 你记住 我就算是一条狗 也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不上的狗 说了方法的财机 我全看着身份杀力和反战 狗也为我 狗也最不害 这么大 老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连身边的一条狗都这么强悍 神经强者 被一狗脚就给踩死了 此时最害怕的还是如烟 想到自己以前遛狗的场景 他的胆子都被吓掉了 狗 狗烟 对不起 我以前不知道你是 算了 谁叫你是他的老相好 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如烟想变弃 但是不敢 一张俏脸早已经羞红一天 那么你还能不能干点正事啊 刚才那个圣经身上的钱啊 希希 这儿呢 再这儿呢 骆东拿过手里查 脸上顿时出现了一抹喜 1160万 特么的啊 果然实力越强钱越多 老黄同志 这些钱归我你没有意见吧 老板 这些钱本就应该是你的 而且这个圣经杀戮者的赏金 我则日一定亲自给你送过去 骆东满意的点点头 随后带着狗子 向着小麦夫的方向走去 如烟看着离去的背影 眼神中浮现出一丝黯忍 一个连身边的狗 都可以分手间灭圣镜 而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临近杀伐者队员 他这次出手 是因为钱 还是因为我呢 回到小麦夫以后 骆东开心的正准备 要升级领域 骆东 你到底喜不喜欢 如烟那小丫头片子 你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 杀你狗系统 升级 升级成功 领域扩大至800公里 您当前的余额为1110万元 下一次升级所需 定额为5000万元 奖励 获得免费查询一次的机会 我碰不到 5000万 这系统真是无敌动啊 不够花 根本不够花 不过那免费查询 这也就意味着 我能够白嫖一次系统的权限 如果用对的地方 一定能带来巨大的财富 坑谁呢 你关机 退出系统上 骆东的神势开始向外卖 800公里 这已经是跨地距离 在他的无敌领域中 又发现了100多处未知的藏医地 这可都是无本买卖啊 这要是卖出去不得赚烦了 但是怎么在最快的时间内 将这些未知的信息变成钱 搬靠黄中使他们 那得到猴年马院 赵天 老板 有何吩咐 去散播一条消息 就说蓝石之内 有人知道未知的藏医地点 属下这种去 上一集我为了救如烟大地 不许违背信口规则出手 再展示实力后 人类最高指挥部 要花500万请我出山 好 那我就看看你 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 老板 我想请你去一趟沙发者总部 准确的是说 是总部想邀请你 可以 老板 你答应了 连圣经都随手灭掉的存在 这可是人类最强战力了 难道是因为我的关系吗 果然 小老板还是跟我最亲 五百万 我就跟你走 小老板 你怎么每次都能算无一策 总部批下来的经费 刚好是五百万 可快经过两天的反路 老黄带着骆东 就来到了人类最高指挥中心 沙发者总部 小老板到了 这就是人类最顶尖的部署 骆东看了一眼面前的大楼 整座大楼如同一柄利剑直指天井 也是守护人类攻坚力量的心脏 因果不是花了十五万偷偷的 将自己的境界临时提升到超繁静 恐怕我早就累死在了反路 虽有些心疼 但是为了维护自己世外高人的形象 这个钱倒也花得值 很快 骆东跟着老黄 来到了最高指挥部办公室 老板 我只能送你到这 这里面都是圣经强者 不是我小小教习可以停留的 骆东点了点头 飞开大门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坐着几位圣经强者 想必您就是那位击杀圣经杀戮者的老板 今日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 请坐 骆东点了点头 没有任何居住 走到主位一屁股坐了下去 一名富人见此立马生气不满 这次还要多谢老板出手相助 否则神周大必将又会多数百个亡魂 好了 各取所需罢了 本来这次我们应该亲自去拜访 但是圣经之间制约太多 切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我们集体出动 恐怕杀戮者那边也会紧随其后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只能委屈老板金字跑一趟 无妨 只要有钱就行 我不介意跑多几里路的 害非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老板来 是想让老板加入杀伐者这言 老板应该也知道 我们与未知之间实力相差悬殊 再加上杀戮者从中作梗 最终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 但是如果老板愿意加入杀伐者 凭你可以探知未知所在的神奇能力 一定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 同时人类在这场灾难当中 存活的机率也会大大提高 好 终于记录主题了 无非就是要给我扣上一个救世主的高貌 让我冲上前阵 你们好在这享受高高在上的作响启程 我跟老黄同志已经解释过了 我只是一个商人 从不参与外界的任何事情 我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赚钱 说实话 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完全是因为你们愿意出钱 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这里可不是蓝氏 就算你杀了一名圣经杀戮者 也不能成为你嚣张的资格 奶奶 从今门我就看你一脸不爽 老子是欠你钱了还是抢你老公了 更年期的老家伙 既然老板不愿意 我们自然也不能抢求 但还是希望老板能够将 如何探知未知的办法告知 因为这我们吹响反攻的号角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可以 五百亿 我不但可以告诉未知所有的苍生地点 甚至是他们的老巢 我也能帮你们找到 落冬的话 让办公室的气氛顿时出现凝固 你别太过分 五百亿 你知道那是多少钱吗 作为一名觉醒者 就有义务也有责任 共同抵御入侵者 而不是坐在这里漫天要价 你既然有这种能力 就应该无偿奉献出来 帮助我们一起剿灭未知 而且我听说你有很多的食物 这些东西不应该在你手中 而是应该统一交给我们来管理 这么的 要我无偿奉献 这真就是个傻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乱世先杀圣物了 这种人最大的祸 找到未知的办法 我已经给你们指名 至于报仇 哈哈 看来你们应该是富不其大 落冬正准备起身要 好 你就想这么简单就离开吗 怎么的 你们是不是还要给我管饭 你倒是想了没 我只不过想看看 能够击杀圣经杀戮者的人 究竟有多强的实力 能够让你如此嚣张 要不 我们切磋切磋 面对富人的突然发难 在座的其余几人 都是一副眼光敌敌关心的神态 没有任何想出手阻止的意味 一群虚伪小人 明明就想不老而后 还偏偏装成一副大意里然的样子 好像我今天不告诉他们找到未知的办法 就成了千古罪人一样 想到这里 落空脑海当中不禁出现了李冠奇的意味 他可比这些人可要敞难过 好 切磋 我从不承认切磋 我出手 必定生死 而你 只有一次机会 我奉劝你考虑清楚 富人心中一惊 但目光扫过其余几个时 他的心里的一丝胆怯 瞬间消失不见 就算是自己不敌 难道他还能在几名圣境强者 的眼皮子地下诱击上 就算是神境强者 也做不到顺杀圣境期的我 好 那我就看看你 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 老尖你要我无偿奉献全部加场 不同意就要击杀我 我开启无敌领域 反手给了他八十八下大锤 好 那我就看看你 到底有没有嚣张的本事 想试看我的死里 好 就让你看 试看我 需要付出的代价 无敌时刻 开启 让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力量 就我 纵人一惊 纷纷向落冬掠血 但还未等动身 一道纤维般的威压出现在房间那儿 几名圣境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都很想拔在地上 此时 一名老者走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肠子 顿时一惊 住手 还挺阁家高抬贵身 落冬贴了一眼来人 影中没有丝毫波动 我几乎满 我出手 必定生死 威压消失 他在地上的几名圣境 从地上爬起来 看向落冬的目光中 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他不是圣子 也绝对不可能是神经 那种力量 根本不可能是人 能够拥有的 老者此时浑身 被冷汗尽湿 快步来到落冬 面前攻身行礼 阁下息怒 无论他们有什么怠慢的地方 请暂时饶他们一命 等这次灾难过去 如果他们还活着 我一定亲自将待他们 待到阁下面前 任凭处置 还望阁下不计前嫌 不要因为这点小插曲 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合作 落冬眼光落在老者身上 此时无敌时刻加深 对方一切信息都展现在他面前 成长轻 杀法者神经巅峰 不要试图探测我的底线 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代表正义 如果再有下一次 我不介意将这座大楼以为平地 在我的规则之下 没有人可以挑衅我的威严 记住 我说的是所有人 冰冷的声音让众人一惊 此时大气都不敢喘下 落冬重新坐回到沙发前 你刚才说什么合作 给你一分钟时间 这次请老板来 确实还有另一件事 请请老板帮忙 最近荒芜之地战况惨烈 我们与杀戮者一直都是是军力敌 但最近突然多了一些实力强大的未知 行踪神鬼莫测 他们的突然加入 让我们现在处于绝对的劣势 所以恳请老板出手 找出这些未知的藏身之所 只要能发现他们的踪迹 我们就有办法将他们一一铲除 落冬一边亲者老者的话 一边读取他心中所想的内容 倒是所言不诚 看来未知王座的伤势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要开始准备接手地球了 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未知的藏身地点 但是除了你们需要支付的报酬以外 从未知身上获得的钱 我要抽一半 成长清文言没有丝毫有误 他就按老板的意思做 狗系统查询 荒芜之地未知行踪 查询到荒芜之地共有三名圣进未知 查询圣进未知坐标三百万 击加三名圣进未知两千五百万 两千万 我告诉你荒芜之地三名圣进未知的坐标地组 以前偶尔出洞也是一些小搂搂兵 最高不会超过超凡进 这次一出手就是三名圣进未知 这是圣圈在握还是与死网破的 很快两千万钱就给了洛东 洛东就把未知的信息给了成长清 得赶紧走了 无敌卡时刻只有四个小时 万一时间到了再碰上了不长眼吧 岂不是漏线了 脚已完成 欢迎下次光临 说完洛东又起身消失在了房间 看着洛东里 众人马上松了一口气 这老板还真是见钱眼开啊 钱一到账 就马上笑容满面 陈老 此人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强者 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实力绝对超过了神经 此人一看就是那种杀法果断 随性之人 什么民族大义正邪之分 在他眼里分文不止 还不如直接给钱来的实在 今天的是绝对不能外传 如何 洪连身子 蓝道明他们不是一和之敌 嗯 红连死了 我想阻止 但 只是一道威压 我就动弹不得 那道威压给我的感觉只有一个 尖塌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超越神经的强者吗 有 那位未知的王座一直以来从未现身 但是在百年前黑暗降临的时候 有人见过他的真身 那绝对是远远超过神经的存在 既然如此 他为何不选择亲自动手 他们应该是因为某些原因重伤不语 之所以会在地球潜伏百年 也是将地球荡成了疗伤胜利 用人类的血肉之躯加快他们恢复的速度 陈长青一惊 突然想到了什么 最近荒芜之地位之频繁现身 难道他们的实力已经逐渐恢复了 按现在的局势来看 应该只是恢复了一小部分 我们一定要赶在他伤势复原之前 尽快将他身边的语意清除干净 才可能拥有一些希望 这就要全靠那名贪钱的老板 易受入侵 爷爷为保护孙女逃走 最终被杀 少女为暴血海神仇 不惜变成魔鬼大杀死吧 哥 你回来了 机器 这次挣了多少钱啊 狗子期待的眼神像 急了月底等老公发工资的家庭妇女 嗨 这次总共赚了2060万 恐怕我们又可以升级领悦了 狗子 我要是让小小或者赵天武去清调未知 应该不算无归吧 系统只是限制你不能主动出手 他俩属于编外人员 不算违规 不过 未知不是有杀法者应付吗 我们安安心心的四字牛排喝喝茶 等他们自己送钱过来不好吗 你意思是想直接摆烂吗 摆烂有啥不好的 反正销路已经打开 以后会有源源不断的钱送进你的口袋 别人摆烂是因为无所谓 而我们摆烂是因为无所畏惧 可以啊 现在能扑出几根象牙来了 你这次去杀法者总部 不就是想让那些高层知道你的存在吗 他们知晓了你的能力 以后想到未知就会 瞬间想到你 到时候还怕没钱 别怕 最近牛排吃多了 多脑都变聪明了 这次我去杀法者总部 得知未知已经开始蠢蠢欲动 不过杀法者那些人不可能吃掉未知这个弹道 再加上杀戮者 怎么更是没有一点希望 最关键的是 这些人挣钱太慢了 慢就慢呗 反正只要在无敌领域之内 你就是无敌的存在 话虽如此 但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你不是说系统空间涵盖了宇宙万物吗 如果我们能将无敌领域扩散到别的星球 甚至是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那才叫裁员公管 就算是无敌 也是需要努力的吗 狗子听完歪着脑袋思考下 想到他们之前连牛排都吃不起的时候 如果不是靠着落东努力向上 积极进取 裁员节流 坑蒙管片 我怕小麦铺早就倒地了 想到这里 狗子很倾性系统能够选择落东 虽然他抠了一点 见了几分 但是他从来没把我当成一只脸财的工具狗 而是一个可以说话 有事可以商量的伙伴 想到这狗子不禁两眼一红 咦 狗爷 你眼睛怎么红红了 我 我昨晚没睡好 这么的 老子男的感动一次 竟然被这个小丫头发现了 这么的 你不会的狂犬病了吧 小小 快撤 你太奶奶的 老子感动到流泪 你们竟然这样对我 那你现在想怎么干 落东反复的在确定狗子不会咬人后 开口的 我已经给了沙发者总部几个圣经未知的信息 他们将这些未知击杀 一定还会来找我 赵天舞也撒不消息了 相信用不了多久 各地的庇护所也会知道小麦铺的存在 如果再加上小小他们主动出击 这样全世界的钱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口袋 狗系统 给我把小小从占镜提升到超防镜 提升成功 升级级近50万 升级超凡镜150万 总共200万 很快 小小的气息不断地攀升 从战定变成了一名习近强者 未等小小回过神来 停止的境界又开始 一步上升到了超防镜 察觉 提升圣经的金额 临时提升到圣经450万 永久提升至圣经提4500万 阿伯 当我没说 告辞 这狗系统不会是看到我现在有钱了 故意哄抬物价吧 按这狗系统的尿性 这种可能也不是美 不过就算是超防镜 配合小小自身双属性的能力 足以应付圣经之下的所有强敌 骆东打起个超防镜位置的藏身地点 传入叶小小的脑海中 小小 知道我们的宗旨是什么吗 小小一乱 点了下头 应笑道 我知道 一个钢棒都不能落下 很快叶小小就闪身离开 骆东开启系统空间走了进去 查询人类进入二级文明的办法 查询人类进入二级文明的办法 300万 帮助人类进入二级文明的办法 500亿 500亿 努力来努力去 自己还是个破穷 给我查询人类进入二级文明的办法 神类当中出现一名横进 将自动升入二级文明 你能多说两句吗 要不然我心都在地区脑布 唱个歌也行啊 你想得美 不行 那麻烦尊贵的系统大人 帮我查询一下神境之上 还有什么境界 好吗 谢谢您了 查询神境之上的境界 十万 狗系统转型啊 还是变异了 这一次怎么这么便宜 查询 查询到神境之上的境界 二级文明横进 圆境 戴森境 三级文明 叹号 为啥后面都是问号 天太早 只能这么丢 特末的狗系统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退出系统后 洛东靠在沙发上思考 如果按照狗系统说的 人类如果想要迈进二级文明 必须要有神境强者 突破自身的之谷 达到横进层次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 跟未知掰拍手弯子 又是不知道 未知的那个王座 是什么经典 横进 圆进 又或者是二级文明中 最高级别的单身经 半天时间过后 小小自信地回到了小卖铺中 哥 这是未知身上的钱 有160万 洛东接过钱卡 扫了一眼小小 大战神威的一面目画面出现 简单粗暴 一招秒杀 双属性觉醒者 果然是纯粹的战争机器 哥 我感觉那些丑东西 似乎变得比以前强大了 虽然我依然可以顺杀他们 但是消耗的精神力 比之前大了许多 他们的实力正在逐渐恢复 相信用不到多久 就能重新回到二级文明巅峰 杀法者之所以会找我 应该也知道了现在时间紧迫 他们要在未知王座恢复之前 尽量多地削弱他们的力量 那我们能帮帮他们吗 洛东明白小小心中的仇恨和心 伸手摸了摸叶小小的头 开草道 小小 这个世界有他自己运转的规则 无论是杀法者还是杀戮者 或者是未知 甚至是那些普通人 他们都身处在这个规则之下 有人生死有人死 你以为除掉未知 人类就能够一劳永逸吗 整个宇宙浩瀚无垠 杀了张三 来了李次 人类如果想逆定翻盘 套的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不是一个所谓的救世主 替他们挡下所有的灾难 这是文明等级提升的必经之路 小小正正的看着洛东 见客后才低头道 哥 我明白了 嗨 傻妞 话路思考 你现在击杀未知 不就是在帮助他吗 开过超市的都知道 在末日之下开超市 那无疑就是找死 因为根本没人光顾 可我不但开了 还开得红红火火 就连人类最强部队 都跪着求我卖东西给他们 很快 赵天武把未知的信息散播了出去 小麦部迎来了很多 来买未知坐标的杀法者 还好对别紧一个一个劲 赵天武站在小麦铺门口 腰五喝溜着 我们好歹也是极劲强者 竟然让我们像普通人一样 在外面的 简直是岂有此理 你仔细看看吆喝的那人 是什么劲劲 他不就是个极劲吗 用你那榆木哥的脑袋想想 连门铜都是极劲 那位老板又是什么恐怖的存在 让你排队委屈你了吗 下一位 嘿嘿 老板我要三个占尽未知 和一个几尽未知的坐标信息 三万两千块 杀法者付完款后 落冬随即就将未知坐标 传入了此人脑海中 下一位 很快 落冬账户余额也达到了3840万 正在这时 不远处走来了几名杀法者 你手上拿的什么 这是我在转转新换的手机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苹果13只要2500 比星机便宜了1400多 而且我帮你们研究过了 转转官方验的手机 都经过多轮质检 跟星机一样支持一年质保 上面iPad Air 5也只要2800 真心推荐 买靠谱的二手 就上转转 我没看错吧 连他们也来了 你没看错 确实是他们 我记得他们一直都在荒芜之地 与杀戮者战斗 怎么会来这里 你没听说吗 杀戮者最近就像忽然眼齐息鼓了一样 没有了任何动静 这下有好看的了 我就不信那个门童 连这些人都敢拦 机动战队编号001 总部的王牌战队 紧紧的尖道 恐怕这一次 连那个老板都要亲自出来迎接 排队去 你们是很强 但也只是对我而言 不过在老板面前 就连李官吉都变成了小离子 更何况是你们 他们的他还真敢拦啊 杀了吧 这些人随便一个都能一巴掌拍死他 看他等会怎么死 杀伐者 第一号近战的队长建议 邪队也向老板乱好 怎么会这样 他们的身份就算是见了首领 也不必行如此大礼 现在竟然会屈身一名老板 难道老板身份比首领还 现场顿时一片议论纷纷 来之前首领就说过 老板可是神经之上存在 要是惹他不开心 非得被一张拍死 进来吧 王牌战队的队员听闻不敢怠慢 迅速走进小麦步 骆东看着进门的队长简一 有点惊讶 因为他从简一内心当中 看到一道身影 李官吉 不对 虽然那人与李官吉 长得一目一样 但是从神性来看 二者绝对不是一个人 还是 难道是双胞胎 虽然内心惊讶 但是骆东表情没有变化 你们不是应该在荒芜之地 牵制杀戮者的那些圣镜吗 怎么会跑来我这个地方 难道你们也去上街 老板 最近 魏之平平显身 杀戮者犯有了动静 而且前荒芜之地 三名圣镜 魏之被我们围杀好 杀戮者更是直接扯中了战场 原因不足 所以你们想趁此机会 对魏之等待散工 简一表情开始变得容重 全声道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魏之一天 一天强的 如果让他们的实力 恢复到巅峰 我们没有一丝的上算 现在只有老板 有能力东西他们所在 还请老板出手相助 随机几人集体攻身 态度极其诚恳 好说好说 狗喜早 八百公里内 其余位置坐标 打包查询 八百公里内 共有十二出位置坐标地点 查询具体坐标一千八百万 四千万 我给你三个 圣经位置的坐标 还有一些位置的巢穴 简一没有任时宜 作为最强的王牌战队 这点钱他们还是有的 骆冬将坐标 传入了简一的脑海 谢谢老板 说完带着队员工声告退 几人离开后 赵天武来到骆冬面前 老板 外面人越来越多了 赵天武 你这次做得不错 这是你的奖励 说完骆冬花了一百五十万 把赵天武 收到了超凡几 多谢老板的恩赐 小的愿为老板上刀山 下火海 好了 你忙你的事去吧 好的 老板 走西口 给我升级领域 升级成功 无敌领域扩大到三千二百公里 您当前的余额为一千零四十万 下一次升级所需一百亿 或横进生命体一颗 奖励 二级文明母重一颗 随着无敌领域升级成功 原本八百公里的神石 又开始了疯狂的蔓延 无数的景象被这股神石裸张 这不是子灵的妹子吗 怎么没发现小李子的身影 骆冬查遍了整个无敌领域 却依旧没能发现李关琪的影子 该不会被让未知给宰了吧 这小子身为杀戮者手组 百年来竟然不沾一滴人类的血 要我是未知早把它给宰了 算了 凡事要往好处想 万一只是被打残了呢 嘻嘻 哥 解释解释 横进生命体和二级文明母种 文明母种是文明术果的结晶 它可以大大缩短文明进化的时间 一旦有人获得文明母种 它就会以一种极数的方式成长 等达到文明等级的极限境界后 它所在的族群 就会降得下一等级的文明跃迁 只不过身怀文明母种的生命体 也会同时被抽干生机 这完全就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必死之局 那我可以随便找个人 就能在短时间内 完成人类的文明进化吗 如果可以的话 沙发者总部一定会倾家荡产 来完成这笔交易 稀稀的 不行 文明母种只会选择 最有可能成为文明进化者的生命体 一种族群只会存在一个 给一夜暴富的计划泡汤 还是老老实实般专吧 还行王座 哼 虚情假意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动作 未知声音冰了 毫不掩饰眼中的强烈杀意 你将杀戮者全部撤毁 是想给哪些人留下喘息的机会吗 这么多年 你一直有意不意的给沙发者留下破绽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以为你身怀文明母种 我就不敢杀你 抽完一笔荧发射 为了救全人类 我不惜成为万星异兽的英雄 只为给人类喘息的机会 可却不曾想被未知发现 反手渊就要灭了我 计划当中出现了变数 最近我们的行踪 频频暴露在杀伐者的视线下 我怀疑有人掌握了 获取你们未知的办法 他们证明我们在爱 许是明显对我们不利 所以不如先将所有人撤毁 保存实力 哼 变数 什么变数 给我一个月的时间 我一定可以查明原因 和和一个月 恐怕一个月以后 我那些族人已经全都被杀干净了 话音刚落庞大的身躯开始急速收缩 转眼间已经凝聚成了人类的模样 你也不必查了 用不了多久 我的实力就可以完全恢复 到时候无论什么变数 我都会让它消失 至于你 能为文明显身 是你无上的荣幸和恩发 手下告代 哼 一个狄级的文明种族 竟然梦想在我面前玩弄心境 如果不是文明无种选择了 我又怎么会留你到现在 说完抬起手掌 是分力抓 一道人形从空间出现 东炳元 从现在开始 你就去杀部队手掌 我要你在一个月之内 攻破人类最后的防御 去吧 给我证了 价值 树下遵命 怎么回事 你受伤了 难道是为之王座恢复了 看上去就是恢复了六七成 即便是这样 以我神经巅峰的实力 在他面前已经微不足道了 而且这一刻 他真的对我动了啥线 你身上要有他们的文明母种 难道他真捨得杀你 他们之所以一直流入啊 就是想依靠我体内的文明母种 加快他们回到二级文明的速度 一旦我的境界突破了神经 他们的实力 就会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 可如果他们提前恢复了实力 那我在他们面前 就会一文不值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们一定会对人类 进行最后的倾教 这一次杀戮者 必定会首当其冲 等到和杀伐者两代俱伤以后 他们才会出来收拾残局 而且东凌云 会成为为之撕开人类防线的 一柄尖刀 我之前就应该杀了他 你就算杀了他 未知也会培养出西陵云 南陵云 我一直想让战争拖长一点 这样就有时间去寻找未知的破绽 但是现在看来 一切的计谋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是图楼 说完抬着头看向远方 子凌顺着目光看去 心中瞬间明白 你是想要去找那个小老板呢 李观祺沉默不语 像是在做什么决定 片刻后 对就找他 他奶奶的 明明实力那么强了 非要躲在一个几角大拉百万 他在我们也摆 这么大 把所有的钱都带上 以后我们不回来了 此时小卖铺内 几个身影整齐的 站在落冬面前 恭喜啊 老黄同志 这次收获不错呀 这得多谢老板提供的 未知分潮消息 看来钱凑够了 这次成功剿灭未知分潮 总部奖励了我150万 其余参战队员 奖金20万 凑起来有300多万 好 那我入你突破超反镜 等一下 老板 黄叔是急忙 把旁边的白号拉了过来 老板 他比我年轻 天赋也比我好 所以这一次 他比我更合适 黄哥 白号刚开始听到 黄忠实说钱攒够了的时候 他的心中有了一丝借底 但是没想到 黄忠实却毅然的 将这机会给了他 黄哥 不行 这里面有你的一半 就算是以你现在 调戏的身份 那也是你十年的俸禄 黄忠实摇了摇头 这次行动本来 就是你出力最多 而且凭你的天赋和风属性 一旦突破 必然会超过 同境界的强者 你和我不一样 年轻 有天赋 是总部击碎 黑暗的利刃 利刃就该是 见血之物 怎能藏在绣袍之中 此时所有对人 深受感受 就连落宫眼神中 都带着一丝赞赏 尤其是白号 他的眼眶已经泛红 黄哥 可视 没有可视 这是命令 考虑清楚了吗 还请老板出手 好 狗系头 提升超凡境的金额 临时提升到超凡境十五万 永久提升至超凡境一百五十万 永久提升 很快白号的境界 就提升到了超凡境 随后一把抱住老黄 心中对老黄充满了尊敬和忍心 滚蛋 老子虽然年纪大了 但也不想被一个男人抱在怀里 而且这钱是老子借你的 你挣够了赶紧还给老子 白号冲耳不闻 死不撒手 这一怒让周围的队员 看着一阵隔音人 请老板助我突破极境 一名站进队员上前一 目光灼灼的盯着骆东 见此情形 一个个队员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围绕在了骆东面前 好好好 都有都有 先交钱 先交钱 兮兮 片刻后 大部分队员都突破了自身的境界 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 我也要 你要啥 我 我也要突破战境 你有钱吗 啊 我 我没有啊 没有你凑什么认识 如烟脸上有些尴尬 不好意思 气氛烘扣到这儿了 就随口一说 老黄一脚把男号开击 他拉着如烟走到骆东面前 老板 如烟上次护城有功 提升战境的费用是16万吧 算在我身上吧 谢谢教官 狗系统 给他提升到战境期 临时提升到战境期8000块 永久 永久提升 赶紧的 搞快点 搞快点 瞬间如烟身上的境界提升 并爆发出强烈的水属性 水属性 如烟竟然觉醒了水属性 与此同时 骆东将户内的余额被扣了800万 狗系统 你给我出来 你特别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别人突破战境是8万 而他是800万 因为他有突破水属性觉醒者的选项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为什么不早说 是你不让我说的 哎 现在钱也收了 境界也提升了 难道让自己舔着个老影再去要 那我无敌的形象和臭鸡蛋有什么区别 为了面子 老子忍了 我的800万 我上演了一出英雄众美 竟然如烟大帝喜欢上了我 为此还要跟我表态 可我却为花在他身上的800万 我二人悲愤中 为此还要杀了他 狗子 我想好了 你去杀 嘿嘿 老板真是我们的福星啊 水属性觉醒者 那可是以一敌三的存在 特么的 这是什么狗屁福星啊 那都是用我的钱堆出来的呀 三分钟 为一个女人花了800万 我的800万啊 如烟眼神中闪过一丝色彩 他喜欢上一个人 但是对方的实力过于强大 强大到他只是个一个微不起眼的存在 现在的我觉醒了水属性 再也不是一个帮不上忙的无用之人了 也可以像小小一样帮你挣更多的钱了 你喜欢钱 我不喜欢 但我喜欢你 从今以后 除了你 钱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如烟深情看着落冬 谢谢你 黄忠实看着矮昧的环境 立马心领神会的领着队员全部消失 领走时还得到狗爷一个赞赏的目光 至于落冬 他还沉浸在800万惨案的悲伤之中 老板 我 我想 我想说 如烟紧张的浑身颤抖 这可把一旁的狗子击坏了 说呀 你倒是说呀 哎 人类真是太磨叽了 还是做狗好 喜欢谁可以直接巴水身上 我 我想说 谢谢你用16万重新让我捡起了自信 我会继续努力的 会很努力很努力的 哎 你换新iPhone了 那多贵啊 现在上转转买二手才更划算 我这苹果14只花了3300 比新款便宜2000 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L14 也才1700多 办公看剧都很流畅 真挺便宜的 靠谱吗 放心吧 我研究过了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 都经过多轮检测 跟新机一样支持一年保修 总之买二手上转转就对 如烟深深的看了一眼落冬后 羞涩的离开了小麦克 只不过他不提前还好 一提到钱 洛东想到那八百万 立马心搁了起来 狗子 我想好了 你去杀他吧 我的血汗钱啊 哥 你舍得吗 如烟节可是对你一往情深呀 下一个 老者点了点口 走进了小麦布 来到洛东面前 洛东随即目光一鸣 谢青南 杀法者神经守护者之一 未知的狗狗 嘿嘿 真是有趣 听说老板能够洞悉之所在 老朽特意前来拜访 嘿嘿 我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无所不知 哦 那我有一个问题 需要请教老板 尽管问 无论是前途命运 爱情因缘 又或者是 你心中的愿望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当然 前提是你得付得起钱 作合 老朽的愿望 只不过是希望人类 能够在这场灾难中 活下去而已 我是想问 人类在这场灾难中 还有无生还的可能 你这是想洞察天机啊 这个问题可不便宜 得加钱 这样吧 五千万 我就折粉杨兽 为你探一次天机 老者立马点了钱 似乎真的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担忧 洛东眼神威逼 手指正在杂乱无章的变换着 嗯 又一些生机 生机在哪 这可是另一个问题了 给加钱 不过这个问题需要的报酬 你付不起 老者眉头一皱 心里飞快地计算着 片刻后 呵呵 既然如此 那老朽就不导容 洛东看着谢天男离开的背影 嘴角有些软位 来都来了 不杀几只未知都不行 呵呵 不了 老朽这次外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说完迅速地离开了小麦铺 想杀我 看来沙发者手都向他隐藏了我压制神经 神经强者的气息在他身上才无疑 顺势就出现在了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 你们到底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一个月之内 沙发者总部必将被我们踏 不行 一个月的时间太长 我感觉总部已经有人在怀疑我了 一旦暴露我 毕竟会死在他们手上 这么多年貌似将情报送到你的手上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入我夺得首领之位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连大门都攻不破 他妈的废物 你说谁是废物 叶青男想要挣脱却一字不中 惊道 你突破到了神经巅峰 哼 再有下一次 我必杀你 一个神经强者的血肉 说不定能让我再进一步 你现在这个样子和人行为之又有什么区别 人行为之又怎么样 我要的是力量 更强的力量 如果不是那个该死的领关琴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如果杀戮者在我手上 杀伐者总部早已变成一片血海 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我要亲手把属于我的都夺回来 然后再一口一口把它吃掉 结结结 解青男内心生起一丝寒意 杀戮者二把手 东陵云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只人行为之 哼 我会找机会引开总部的那几个老东西 到时候就是你出手的机会 说完正准备转身就走 没走几步他突然停下脚步 对了 我来之前去了一趟篮市 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对我说了一句话 人类尚存一线生机 哼 就是那个小卖部老板提供的信息 害我变成这样 装神弄鬼而已 等为之大军倾巢而出的时候 我倒要看看他说的生机在哪 一母子高的心 却因为外星异兽的将军 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个是庇护人类的英雄 一个却是被世人破气的为之走口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这其实是百年前两人附下的一盘棋 骆东笑眯眯的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面孔 关系不与真君子 骆子无悔大丈夫 呵呵 好名字 呵呵 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了 老板果然神机妙算 嘿嘿 骆子兄 请坐吧 轻衣男子见状坐了下来 如果我还没有老不图的话 我以老板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但是看你店里的员工好像认识我 之前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人来过这儿 哦 他来此所谓何事 吃饺子 喝酒 还有试探我 李骆子表情一争 嘿嘿 他应该不会对你动手 也幸亏没有向你出手 不然的话 他就会成为这一百多年来 第一位云落的神经强者 骆东摊了摊手 无奈的 你就说可不可惜吧 他身上那么多钱 我明明可以直接抢打 现在还得费尽心思想尽办法去坑打 哎 做点小买卖 真的不容易啊 哈哈 坑得好 坑得好啊 他的钱可都是从杀戮者手中得到的不义之财 进了老板的口袋总好过变成利器砍在我们身上 不过 你坑了他可就不能坑我了吧 毕竟我的钱可都是人民的血汗钱 闻言落冬一阵无语 杀伐者总是这样 穷的同时还很抠 抠的时候还很有补气 所以你想入人民的血汗钱 从我这得知王座为何不出手的原因 或者说 你想问未知王座会在什么时候动手 对吗 李落子一惊 目光死死的盯着落冬 我的名字和身份或许还有获知的可能 比如从我弟弟李观奇那 但是总不至于连我内心当中 想什么对方都能知道吧 而且一字不成 没错 我确实想知道这个原因 或许之前是因为他们手上的原因 没有与人类与死亡后 可现在他们实力恢复了不少 供获人类的防御应该不在话下 尤其是那个未知王座 他的实力绝对在神经之上 如果他出手 我们必将一败不定 狗系统 查询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 还有出手的时间 查询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 简略信息两亿 详细信息二十亿 查询未知王座向人类出手的时间 简略信息五千万 详细计划五百亿 五亿 我来给你解货 本来还想着依靠详细信息捞一把 但看到李落女身上的钱后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落子淡然一笑 随即付了款 未知王座不出手的原因 因为未知领地被二级文明以人族占领 未知王座想要夺回领地 必须前往心域寻找进入三级文明的办法 而前往心域需要达到圆境层次 而地球上的生灵 只能让它恢复到原来的恒径巅峰 为了自身实力不受损伤 它让人类自相残杀 以极低的代价清除人类 这样它才能保证在一个月之后 文明母中结束受果的时候 踏入圆境层次 届时 李观其献祭 人类灭亡 原来未知的文明母中在这个小子身上 看来李观其身上 那个连他都无法窥探的秘密 应该就是与文明母中有关 小爷子 不容易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坏消息 你弟弟会死 所有人都会死 你们都会变成未知王座的养料 成为他寻找三级文明路上的奠基石 李洛子虽然早有准备 但听到结果的时候 还是失落了不少 好消息 好消息是你们还能活一个月的事件 李洛子目光变得空重 这也能算好消息吗 当然 至少这一个月之内 他们还不会对你们发自进攻 只会让杀戮者完成他们最后的使命 等你们拼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他们才会悠哉悠哉的出来轻扫战场 至于那个贵之王座没有选择出手 是因为他在保存最后的实力 一个月之后 你弟弟献祭 他就会借助文明朔国的力量 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到时候人类必将灭麻 一百多年来我们苦苦挣扎 就是为了在决定当中寻找一线生计 但是到头来还是一样的结果 老板 关其喝的酒 给我来一瓶 看在人民血汗钱的份上 这瓶酒 这兄弟俩以天下为棋盘 众生为棋子 一下就是一百多年 为了拖延时间找到破局之法 更是让无数人以生命为代价 可以说这场战争中 有九成之人都死在了他们的棋盘上 说他们是英雄 绝对不是 倒更像是两个充满之谋 行事果断的操盘手 虽然手段残酷 但不得不说却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可些了 那些死在战争中的人 我没能还他们一片蓝天 关其背负百年骂病 我也没能为他洗刷冤屈 不过 这不重要了 只要我李浪子还活着一天 就绝不会拱手让给这些畜生 就算生死 我也得见他们一身血 杯中酒印而尽 李饿子重重落杯 好酒 酒钱麻烦付一身 好卖归好卖 我也无奈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 只能让我违归了 老板 这个玩具 是小琪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 因为小时候爸妈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 我很急 所以偷了他这把枪 然后告诉他丢了 妹子他伤心了很久 如果他再来找你 麻烦老板把这东西还给他 你应该亲自缓撒 我们暂时还不能见恋 这一盘一百多年的棋局虽然没能改变最终的结果 但是棋盘上那些没用的棋局 也该清算清算 说到这里 李洛子眼中的杀鸡一闪 骆东也没有再推脱 接过李洛子的手枪 既然知道了为之王做出手的时间 我要赶回去好好部署一番 不打扰老板做生意 告诉 老陈 让谢清兰知道 清城交万人一只神经为之 择日我会亲自前往斩杀 此人心思沉密 不一定会信 这一次我们没有可以隐瞒行程 就是为了让他知道 我们死刑的墨地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一定会想办法掉火离山 一旦我离开总部 就是杀戮者出手的使劲 但如果你真的离开了总部 防御力量必定大损 放心 我非有打算 另外 让所有庇护所协同普通民众 全部撤回京市以及海市 这一次 生死村亡 既然不能重生 那就供 硬物高的时候 却因为万星异兽的将军 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个是庇护人类的英雄 一个却是被世人破棄的未知走口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其实是百年前两人附下的一盘棋 姐姐姐 没关起 想逃 你是逃不出王座的手掌心的 就算生死了 我也不会再做王座的一条狗了 姐姐姐 你现在还不能死 不过你身边的美人倒是可以先行一步 主人 小沙子 那就从我的身体上靠过去 美龙 后天 各位兄弟同胞 一个月后 为之全盘出土 这将会是人类最后的生死之产 李洛子并没有向民众拥挽 反而正大光明的昭道天下 他要激发出所有人的悲壮之情 就算没有希望 也必当全力以赴 杀伐者总部 一群群众纷纷围了上来 小伙子 听说过些天就要上战场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在下的一些食物 你们拿去吧 一名身形颤颤巍巍的老人 将手中的竹篮 推到了杀伐者的面前 杀伐者刚想推脱 就是你们就拿着吧 虽然我们战场杀敌帮不上忙 但是让你们吃饱饭 一定决定全力 你们就拿着吧 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 杀伐者们心中满是感动 打哥哥 我也要去杀怪兽 我要保护我的爷爷奶奶不受伤害 算我一个 我是极尽觉醒者 以前觉得你们杀伐者规矩太多 所以我就没有加入 现在也管不了什么狗屁规矩了 我愿意成为一名杀伐队员 任凭调遣 战尽古乐天 我也要去 我也去 我也要 好好好 将这些兄弟的名字都替下来了 哥 最近怎么觉得杀伐者热情高涨的 呵呵 那我们出去转转 哥 我们来这干嘛 看看能不能捡捡钱 李冠奇盘戏而坐 胸前一道深可见虎的恐怖刀伤 每当用精神力修复伤口时 伤口处就会弥漫出一股灰色的气息 阻止伤口的愈合 主人你不该救我的 子灵手忙脚乱的 将疗伤圣药涂在伤口处 眼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惊慌 为之留下的伤口 不是我们人类的手段可以治愈的 为什么我只是你的下属 我的命楼椅一场而已 你不是我的下属 你是我的伙伴 自我一百多年来 唯一能够屠入心生的人 而且已经有很多人因我而死了 既然结局一定 我不希望再有几个人 素质我面前 可你也不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就算是结局已定 你存在的价值比我重要得多 子灵看着不断被灰色气息 轻视的伤口 心中满是悲痛 按着速度发展下去 比关起必死无疑 你快拉倒吧 明明就是想老牛吃嫩草 子灵神经崩皮 敌手杀内间出现在他手中 盯着突然出现的骆东 什么激动干啥 我要真想杀他 世上没有人能挡得住 骆东一脸无语的 看着如临大吉的子灵 我都把你说成嫩草了 你这样对我真的好吗 再说了 你不就喜欢他吗 老板此次过来是为了救我吧 你看你这话说的 一点都不见外 我只是等那两个神经未知而已 等他们把你俩杀了 我正好捡捡牵回去 子灵内心震动 随即跪在了骆东面前 子灵以前多有格罪 希望老板宽宏大量不计前嫌 说完不断地向着地上磕头 求你了 求救你了 救救手座 这一刻他就像一名无助的少女 李关琦深深地看了一眼 在跪在地上的子灵 子灵 血了吧 你即便说的再感动都没有用 随即他的目光移到骆东的身上 你先说吧 要多少血 骆东咧嘴一笑 我系头 查询治愈李关琦的办法 治疗李关琦 一一一 骆东抬手一勾 子灵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浮起 两一 我可以治好你身上的伤 李关琦没有半点毒 直接将钱卡给落中 骆东喜笑颜开 一声响指 李关琦身上的伤口迅速恢复着 随即骆东在旁边蹲了下来 老板还有事吗 有啊 我不是说了吗 我在等那两个神经未知 虽然你现在治好了伤 但是面对两个实力大涨的神经未知 我依然有减钱的可能 主人 我们快走 别费劲啊 他们已经来了 姐姐姐 我看你能逃到那 一场布局百年祭盘被决 李关琦或者身份被发现 轮为丧家之群 惨遭未知一手追杀 然而因为落中的到来 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名 公司福利 也是你对头顶一碗冤魂的交代 姐姐姐 我看你能逃到那里 突然 李关琦面向落中 眼神中一丝狡猾闪祸 姐姐 老板 我记得你好像有一个规定 只要我是你的客人 敌人就不能对我动手了 对吧 落东矫情一样 笑容铭固 李关琦一模微笑 老板 对我来五金挂藏 又无香味的 我操 特么的 你看老子的爸 你个臭不要脸的 李关琦跟我们回去 存不忍 我们要女生不如死 来啊 把我啊 我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回去 李关琦的动作 让两名神经未知一惊 你的伤势竟然恢复了 不可能 这肉之躯怎么可以抵倒了 我要说 每个人的体制都不一样 你信吗 两名神经未知了 很恐怖的力量 骤然间爆发 向着李关琦的方向走去 恢复 没有如何 能伤你一次就能伤 第二次 这一次不会让你侥幸逃脱了 可可可 那个能等他吃完那五金瓜骨 你们再去搞死他 可以吗 给我一个面子 落东脸上带着诚恳的微笑 两名未知一扫而过 没有停下脚下的步伐 很明确地告诉了落东 我没面子 特么的 他来修复爸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否则人人不把我当作逼风港 这么慢还能干 想到这 瞬息出现在了未知面前 哎 等这个不要脸的 我吃完瓜子 是杀士抓随你们高兴 但在此之前 他身上的每一个毛 都代表着我的招牌 作为一名生意人 我的招牌 可是是很重要的 哼 既然你想找死 那就行 你去肉来祭奠你的无知吧 李关琦凝望着落东 眼神中带着一丝期待 他要看看 让神经巅峰强者 忌惮的存在 会有多强 在 李关琦心中巨量惊涛 这 这就是他真正的实力吗 以此之为 年初法随 一旁的子灵 更是震撼到无以不驾 想到在小麦铺 有过对落东出手的冲动 神奇一颤 看向落东时 变成了深深的恐惧 小小 我们走 老板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干啥 要不再买五斤瓜子 李关琦 嗅到落东语气中 带着一丝危险的胃 坠着不安的开口道 我此行的目的 也是小麦铺 不如与老板同行 落东白了一眼 不欢迎 我想请老板 拖掉我身上的此举 话音刚落 瞬间已经发现 自己身处在了小麦铺内 李关琦一脸茫然 老板 你刚才不是说不欢迎吗 嘻嘻 口误 我说的是很欢迎 小小 煮饺子 李关琦看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你紧张啥 不就是体内有一颗文明母种吗 又不是生孩子 没人笑话你 老板 最多半个月的时间 我就会突破到一个新的境界 到那个时候 文明母种爆发 嫌疑了那些畜生 我实在不甘心 那你怎么不让未知杀了你 或者你干脆自杀 你死了 一辽百两 文明母种也会消失 我也能继承你的遗产两全其美 李关琦一正 苦笑道 因为我不想死 而且 我也不想死的 没有任何价值 无数红包的冤魂 压在我的头顶 我若今生死 他们就会成为孤魂一鬼 所以 我还不能死 我的命 要留着 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洛东点了点头 嗯 你们兄弟两个 倒是挺像 他来过 也是 他如果不来找你 怎么可能知道未知出手的准确事件 这几天消息四散 就连未知那边也听到了不少风声 他这一手摇火 彻底打乱了未知之前的计划 他找你还有别的事吗 你要是收费的话 就当我没问 探测天机 追忆往昔 归还赃物 什么赃物 洛东从系统空间内 拿出了那一档玩具手枪 堂堂沙发者手里 师徒偷东西 堂堂沙发者手足伤心哭鼻子 嘖嘖嘖 他知道个屁 他以为偷了我的手枪 其实这把是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的 随后手掌一番 一把一样的玩具手枪出现在他手中 因为我是弟弟 所以爸妈都是会将最好的留给我 但我能明白他的感受 于是我偷偷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个一模一样的 故意放在了显眼的位置 原来是这样 这兄弟俩还真是天生的谋略家 还请老板出手相坐 读系统 查学 解除未知文明五种的办法 击杀横禁王座位置三百亿 系统之力彻底抹除 五百亿 特么的 最近是货币膨胀了 还是你膨胀了 狗系统 你是不是对钱没什么概念 李关琪身上的文明母总是爱极文明产物 不行 太贵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 坚定协议 嗨嘞 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你身上的钱并不足以支付我需要的报酬 诺东的话让李关琪希望的目光又黯淡了下去 不过 我可以让你分析不宽 随即李关琪面前出现了一打厚厚的契约 李关琪拿起面前写着小卖铺劳动河头 表情疑惑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保命符 你让我给你打工 不是给我打工 是给你训练 李关琪眉头尽重 契约里面的内容将一个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残忍剥削体现了很淋漓尽致 我好歹也是个神经乔章 堂堂杀戮者手术 但是现在 命都要没了 要补削有个屁用 李关琪一咬牙在河头上牵上名字 随即洛东伸手向着李关琪虚空一抓 一说不归则石头从李关琪的胸前缓缓飘出落在了洛东的空间中 多谢老板 从今天起 你就是小卖铺第二好能工 我就再送你一份机缘 洛东从空间中拿出了另一枚蓝色的石头 送进了李关琪的身上 老板 这是 公司福利 也是你这头顶亿万冤魂的交代 人类最强战力李洛子离开送铺 谢青南通通报信 杀戮者大军全盘出动 百年厮杀终于迎来了最终之战 人类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 李洛子明明从小卖铺那得知了神经未知的消息 却支持没有出售 如果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未知给的任务 我的下场一定会无比凄惨 正在这时 一道人影出现 老信 总部这里你多照看一下 我要出趟原本 首领 你要去那里 前段时间从小卖铺那获得了一只神经未知的地点 这次前去 就少将它斩上 谢青南故作交集 连忙开口 如果首领离开的话 一定会给他们留下可乘之计 放心 我隐藏身形悄悄离开 杀戮者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说对吧 老信 既然如此 首领此行务必小心 李洛子点了点头就消失在原地 谢青南随后拿出一个特制的通信器 低于几声 李洛子离开总部 行动开始 终于又可以品尝到血肉的味道 节节节 随着心愿首作东陵云的出现 沉寂已久的杀戮者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陈长青 几十年不见 我以为你死了 腿脚确实没有以前利索了 不过 收拾你们这些叛徒 绰绰有余 叛徒 在那的饥荒年代人人自危 我要是不到叛徒 早就饿死了 怎么可能像现在这样列入神位 人不畏惧天诛地面 那你想过没有 你为什么会了 蓝天白云的世界 为什么会变成满目苍迷的废墟 就是因为那些被你们 是弱神灵的未知造成的 你拿着入侵者手中本就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其感恩戴德 却转过身 挥起锋利的匕首对自己的铜袍痛下杀手 陈长青怒极反笑 好一个人不畏惧天诛地面 但是很可惜 你们不配为人 别跟咖啡话了 我们的时间不多 如果等你闹子回来 情况不妙 老者听到你问 三个 心中骤然意气 出现了一丝巨异 觉醒者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双属性觉醒者 还是神经巅峰的双属性觉醒者 老东西原来你是想拖延时间 给我冲 所有杀法者一律灭杀 至于那些凡人血肉 统统给王作弹委屈 老者大喝一声 短瞬间已经来到了陈长青的面前 身后的无数杀戮者听到命令后 身形一冲而上 一时间战场混乱 你们别想冲破我们的防线 剑24 陈长青抵挡的进攻 一边分出新神度是个战场中发生了变化 杀戮者在未知的培养下 竟然实力很强 但我们谁竟强者要比他们多出一位 战员也比他们多 只要拖住对方的高级战略 杀戮者迟早会全军覆灭 杀伐者的人数太多了 神境强者也比我们多了一位 再这么下去 迟早要全盘牺牲 那鬼家伙怎么还不出现 似乎听到了他的召唤 一道人影如同鬼魅伴出现在了战场上空 随着东陵云出现 战场出现了短暂沉默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地望向了 这个让人看一眼都会感觉到恐惧的死在 这么的 他是人是鬼 好恐怖的样子 不管是人是鬼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是我们的敌人 而且他能够横渡虚空 这可是神静巾峰的手段 大杀四方的神境杀伐者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因为他发现 对方面已经牢牢地将他锁定 而且他能感受到 从对方身上爬来的气息 前所未有的强大 截截截 灯云 你个畜生 老东西 别急 等我先吞了他们 再来一口一口 满意识点 老东西 别急 等我先吞了他们 再来一口一口把你吃掉 说完眼神 盯上正在语言标战的神境之一 防暴的气息 臭伤 你休想伤他 陈长青 你就不了他的 除非李老子在 否则没有人能挡得住他的步伐 只不过等李老子归来之时 你们早已经变成了他的腹中之物 正在这时 天空一变 下一刻一股毁天烈地的气息 纷然落下 该死的 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 东云云气气凌乱 看向不远处的谢青南 与其中带着无尽的愤怒 李老子无名 已经离开了沙发者 怎么会 我一直都在 这一切多亏了老心 如果不是他将你们掩来此处 我怎么可能将你们一蒙大惊 谢青来 你找死 东云云身上散发着无尽的力气 直接将谢青南锁定 这 这都是李老子的阴谋 我之前做的一切 他早就知道了 一直没有拆穿我 就是为了做成今天的这个局 呀 你换新手机了 叫的呢 卖了 到转转上门回收了 靠谱吗 当然了 我是转转老用户了 每次换下来的就手机 手表相机 都会叫转转 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现场打签 我那台iPhone14都卖了2900多 特别方便 要我说 趁着救急还执行 赶紧叫转转 上门回收就对了 从今往后 无论是杀罚者还是杀戮者 再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好 姐姐姐 一个将死之人 不如还你的力量 吸收完谢青南的力量后 东云云身形闪动 开始在战场上无插足的杀戮 而他的气息也在疯狂的提升 如果让他再吹噬下去的话 很有可能我都无法将其制服 东云云眼中巨异浓烈 随后他直接伸出手掌探出 抓向了不远处的老者 手术 你 老者精俊 地边抵御者强大的吸力 地边疯狂怒吼 东云云 你个畜生 你不得好死 嘿嘿嘿 谁死 都一样 东云云音笑 直接将老者挡在了自己面前 在双属性觉醒者的霸道一辈下 老者只剩下了一口气 浪费了 就太可惜了 结结结 我就吸收了 东云云 我折磨的 身机彻底断绝 而此时东云云在遵视了无数血肉 以及神经藏者的变出之后 神经之上 我终于迈入了横径 东云云眼神缓缓落在了李洛子身上 现在轮到我了 末世之战 人类最高战力李洛子被击伤 瞎法者节节败退 就在李洛子即将生死 李关琪花了36亿 请来了小外婆的一名新结果 你随时全民打过这一件夺战 收敛 成长精的目光充满了惊骇 双属性神经巅峰 竟然连对方一招都挡不下 你依靠生灵的血肉之力 强行突破至神经之上 就算现在不死 恐怕也活不了多长时间 我可以以血肉之力突破到神经之上 就可以用相同的办法再进一步 只要这片宇宙中还有生灵存在 我就不会死 倒是一 会是我成为神经之上 第一个被吞噬的人类 说完缓故向着李洛子走来 成长精直接将李洛子挡在了身后 几于神经强者 纷纷向着李洛子保护而去 哼 就凭你们这些蝼夷 不自量力 这个世界除了王座以外 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我的步伐 人类文明也必将成为历史 而我就是新文明的缔造者 告诉我 你弟弟李关琪在哪 我可以给你的权势 呵呵 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一个就算是你 甚至是你背后的王座 都不敢轻易踏足的地方 哼 堂堂杀伐者手里 竟然也会成口蛇之力 既然不说 那你就去死吧 小麦铺 骆东等人望着头顶的屏幕 上面正是战场发生的所有遗迹 哥 我回来了 行行 最近发财了 居然买新车了 哪有 就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宝马3C 没想到只花了9万多 比新车便宜了15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瓜子特划算 什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能先试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要是有就车 还能放瓜子上高价卖了 总之听我的 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 老板 出手吧 再往一步 我哥就 爸 求你了 查询 击杀东凌云的办法 击杀东凌云的办法 共有15842种 九级文明兵器落审号 4万兆亿 或者小型宇宙X1 停停停 咱能不能从机网上说 击杀横进东凌云 一级文明兵器 物光剑一次性消耗品 20亿 就他了 骆东随即探了探 李关琪身上的钱 无奈到 36亿 我可以帮你解决 李关琪没有犹豫 直接将全身 紧剩的钱给破罪 老板 东凌云现在是神境之上 你有把握吗 你说什么 你在质疑我的实力呢 特别的 老子要是不给你露一手 你以后没办法好好工作了 立位 必须立位 赵天舞 赵天舞是神来到骆东面前 骆东直接将物光剑给赵天舞 赵天舞 我现在给你一个人类 最高时刻 由你去解决那群小龙 老板 你不出手吗 姐 一只小八眼而已 李洛子生机渐渐流逝 看向远处的同高手 我这一生一百云灾 碰到你们何其有幸 但是我身为首领 却没能为你们迎来一片蓝天 何其惨愧 我对不起你 手座 这一次落上天堂 我为你们白酒设验 接风洗尘 落下地狱 我势必身先士卒 为你们披荆斩棘 李浪 拜谢所有人 再见 你随时残名到我这一见 这一次落上天堂 我为你们白酒设验 接风洗尘 落下地狱 我势必身先士卒 为你们披荆斩棘 李浪 拜谢所有人 再见 思到临头 废话还是这么多 我要让你们亲眼看着李浪子 是如何被我一口一口吃掉的 到时候这个世界 我会是最终的主宰 杰杰杰 正在这时 天空中隐约传来一丝波动 两道人影凭空出现 有句话你说对了 你最终会被当主宰 一关七 这么多年 一直压我一头 好好好 我还没去找你 你竟然自己跑来送死 真是踏破铁鞋无一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清清清 我是来杀你 不是来替你诉口的 就凭你 就连李浪子这个双属性觉醒 都不是我的一招之敌 就凭你 不是我 是他 一关七 原来你也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自己躲在身后 却让一个超凡镜的人前来送你 你时下便知啊 哦 你想杀我 当然 我来此的任务就是杀你 这是我听到最大的笑话了 一个超凡镜竟想杀我 哈哈 那你告诉我 你要如何杀我 就凭这把剑 还真是无知蠢物 就算它是一把神兵 但是在你这个超凡镜蝼蚁的手上 又能发挥出几成的威力 神镜之上 在这个世界就是无敌的存在 而我 就是你 神兵 威力大小 我不知道 神镜之上是否无敌 我也不清楚 但是老板让你死 你就必须死 赵天武防缓将手中的雾光剑抬起 你虽是神明大我这一剑和战神 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跟了头 赵天武目光充满着震撼的机会 可能他以后的成就会比现在少很多 但绝对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 这一切来自于骆东的馈赠 激动中一声震撤天际的怒火 杀你之人老板坐起 赵天武 老板说过 打完就好 不要装 武光剑剑气只有一道 我的命也只有一道 我不打了 我要同墙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李洛子看着溃败求饶的杀戮者 哎 这些人曾是自己的同胞 也是华夏中的一员 只知一面之差 走向了帮助入侵者负面人类的道路 也是一群可怜之人 李洛子悲痛的喊吧 他们偷给我上 一个都不要落下 没死的再有地道 你都不明白 背叛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作为首领 不能有一颗圣母心 以免日后埋下火端 是你让老板出手的 让 你觉得我感冒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画了我身上全部家道的 那 你加入小老板做一下 后悔吗 那个牛逼轰轰的抄粉剧 是老板说的第一个员工 你觉得他后悔吗 李洛子目光望去 一道身影正道的手中的常见是你笑了 我想 他应该会觉得 很幸运 就在众人刚沉定在胜利的喜悦中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为之王坐现身 李关琪完成使命后身子当消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我身子了 靠你们吧 再见了 李关琪倾笑一声 身体化作点点光芒 消散在了天地之中 畜生 你给我 这还怎么到 可妈的 完呢 李关琪眉头紧锁 就算他在强 也得练队 这百年来 但凡走错一步 人类就会万劫不复 既然已经走到了今天 就没有再后退的道理 而且我们也没有了退路 说完 拿出十几颗神力胶囊 一口吞下 李关琪 嘴角升起一丝弧度 身形闪烁之下 已经站在了李洛子身旁 风头可不能让你一个人都抢啊 横东凌云这个废物 就算是踏入行境也是个蠢货 我培养了杀路者一百多年 就是为了在最后一刻 能跟杀伐者致命一击 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安稳地 踏入远镜草寺 然后带领族人前往 隔心 但是现在 崩溃已归 无数杀伐者 为这股杀意震伤 纷纷倒在了地上 李关琪 我一直都知道你别有勇心 但因为文明无种选择了 才勉强让你活到今天 但如果知道是今天这种结果 从一开始我就会凭着重伤 将你们全人类铲除 打上之前 谁机会的 就是废话太多 东陵云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就不怕付了他的后斋 哼 后臣 一个借助我 足吞使之地 堪堪迈入行径的处够而已 老小的人类 你们这些低等生命体 永远都不会明白 什么叫做文明等级压制 有时候神的力量 并没有金钱的力量强大 随后 在众人的目视当中 李关琪缓步向着王座走去 之所以留住 不就是为了我体内的文明无中 你还在等什么 哼 你不怕我 怕 我从来都没有怕过你 我怕的是这片神圣的徒弟 被你们这些畜生弄脏而已 话音刚落 李关琪身上的气息暴涨 准备自爆 哼 你想死 挂的 见到李关琪如此动作 王座一掌掐住了他 原来如此 你之所以无所畏惧 是因为抱了必死的信念 想以自杀的方式来摧毁文明无中 对吗 但是很可惜 在我面前 你连死的资格都没有 既然你如此害怕文明无中爆发 那我就助他一臂之力 话落 霸道的力量 直接涌进了李关琪的体内 而后者体内的文明无中 在这股强大的力量之下 飞快的退路 刚才那一道攻击已经是权力而为 但却连对方摆仗之内都进不去 这就是实力的差距吗 这就是文明等级的压制 此时 王座的力量不断涌入李关琪的身体 以自身的力量摧发文明无中 本来不想在你们这些低等文明身上浪费力量 但既然你记得找死 那我就先遂了你愿 前座天令清剿所有人类 随着一声令下 未知大军瞬间将杀伐者淹没 杀伐者成员 已然死伤无数 面对强悍无匹的未知大军 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 李若子则被三明神境未知缠住 脱不了身 怎么会 怎么会需要这么多能量 感受到体内不断流逝的力量 心中盈盈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文明无中 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为何吸收了如此庞大的力量之后 还没有丝毫的动静 不过吸收的力量越多 到时候文明受过蕴含的能量就会越强大 说不定 真的可以直接踏入远镜 不一会 李关琪忽然爆发出强大的名乱波段 直接将王座正退 该死的 该死的 怎么会变成了人类这文明无中 李关琪双眼紧闭 如同无根扶平一般 漂浮在空中 在他的心脏处 蓝色的石头出现 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化作无盲 跟下沙滑 我突破了 我也突破了 突破横尽 难道关琪 李洛子猛然抬头 目光直视着远处的李关琪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上去了 靠你的了 再见了 李关琪倾笑一声 身体化作点点光芒 消散在了天地之中 畜生 你给我 给我